崭新开辟的庞大虚空战场内部 移出陆地的山谷区域 庞大的阵法已经彻底展开 将整个谷地之内笼罩 弱大的阵法屏障上方有着清光闪烁 山谷山地之内的树木也是疯涨 郁郁葱葱 遮蔽视线 动 动 动 沉闷的轰鸣声接连不断响彻在阵法屏障上 但这情况流转的阵法异常地坚固 无论这轰鸣声如何震荡庞大 都没办法影响内部的情况 这大阵 很强 一时半会 攻破不了 这山谷之外的不远处 一道身影落下 朝着身旁之人开口 这人是这帮人的首领 虽然模样是人族 却浑身有着金属纹路 眉心鸣刻着字 他是开天殿派遣过来之人的首领 这次的任务便是帮助藏武 拿下这边的据点进行反攻 谁曾想还调来一条大鱼 百族联盟盟主苏孟领 真的过来驰援 按照他们开天殿得到的情报 这万妖女帝最大的软肋 就是妖族族人 以磐石腰黄为首的队伍 被他们彻底围困 他有很大的可能忍不住 亲自前来驰援 果不其然 让他们猜中了 只是 这苏孟领发挥出来的战力 比他们想象中要离谱得多 他居然能够借助整个妖族之力 加持自身 越境战斗 眼下布置大阵 阵守此处 一时间还真的拿不下 继续进攻 这个阵法他承受不了多久 身为开天殿此行队伍的队长 他的命令就是绝对 先前能够看到他用传训域求援了 估摸着会有援军前来 而且 他应该是强弩之末 扛不住了 若是顶得住的话 何至于这么快求援 听得队长下令 其他开天殿成员分散而开 继续朝着前方这形成的阵法进攻 另一边 藏武方向 一群藏武一族 正宁神看着前方的阵法大阵 将军 怎么办 一个藏武战士朝着面前 强者拱手道 那陌生势力忽然帮忙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名藏武将军 站在原地 沉硬地望着前方 先动手 不管他们到底有什么想法 眼下能拿下这苏梦里 算是重中之重 这的确是一次天大的好机会 如果不牢牢掌握手中 未免太过可惜 讲到这个地方 这名藏武的将军 目光灼灼地盯着正前方 眼前 可谓是大鱼 在藏武那边 根据收集的情报 这苏梦里一旦成长起来 绝对是当初 人皇一样的人物 昔日人皇子籍无敌 秉承人族气韵 能借人族之力 强横无双 连五元大帝 都败在她的手中 这苏梦里为万妖女帝 继承其父亲 爷爷的功绩 年纪轻轻 数年功夫 将妖族彻底凝聚成一股绳 未来成就 比起那人皇子籍无敌 只怕是会更强 不会更弱 管那个陌生势力 到底打着什么算盘 将计就计 拿下这苏梦里再说 阵法内 一尊巍蛾的巨熊 正气息微米地 瘫倒在地上 缺了一条臂膀 断了一条腿 伤口处 有着焦黑痕迹 不再流血 陛下 您不该来 磐石腰黄舟 要慌望着那浑身 闪烁着清光的女子 叹了口气 此刻 在她的正前方 苏梦里依旧是 双手交错在身前 体内灵气涌动 气息震荡 其酒跟青色 虎尾伸展而开 轻轻晃动着 每条青虎尾上 都有着阵法 纹路浮现 联系着上方天地之间 显现的阵法 无妨 如果我不来 哪里能救你们回去 苏梦里轻轻摇头 仰望着面前的巍峨巨熊 你们听从我的号召 毫不犹豫地 前来参战厮杀 在我知情下 有办法救你们 却当作看不见 还有什么资格 做你们的女帝 苏梦里讲到这个地方 伸出手来 浩白的手腕上 正环绕着一串精灵 上面 鸣刻着繁杂的纹路 流露着古朴的气息 他们以为 我过来是找死 自投罗网 却不知道 早就有底牌脱身 在坚持片刻 他们不断进攻阵法 跟阵法关联的精灵 就会吸收他们的力量 展开空间漩涡 送我们离开 逃出生天 苏梦里的话 让周围被困的熊妖战士 欣喜若狂 本以为这次 真的得交代在这个地方 战败屈辱而死 没想到 还能活着回去 我周要慌 何德何能 让您动用此物 磐石腰黄周要慌 声音颤抖着 这救命经 临时你们一族 传下来的至宝 使用次数 试用一次少一次 每一次都是弥足珍贵 您这 苏梦里充耳不闻 仿佛没听到 周要慌的话 只是带着莫名的微笑 这笔账 我已经记在了 他们的头上 以后找他们逃要回来 就是 你不要多想 苏梦里 带着温柔地笑着 朝着远处看去 他的目光 仿佛是穿透了屏障 看到了外面 围拢进攻的那帮人 通过阵法 他已经将这帮人的 面貌和气息 都记得很清楚 既然要算账 要讨债 对于债主 肯定是要算清楚 只是 苏梦里比较好奇 那忽然出现的 陌生势力 明知为开天殿的存在 到底是什么来头 通过龙丘白青那边 提供的情报共享 他在百足联盟中 也探查了很多 却无一例外 没能找到 关乎于开天殿的情报 这个势力 很神秘 动 剧烈的轰鸣和碰撞声 忽然再度响彻起来 整个阵法在疯狂震荡 不仅如此 诡异的波动忽然浮现 叮铃铃 苏梦里面色微变 低头一看 手腕之上的救命精灵 没了动静 空间波动 被切断了 哎呀呀 苏梦里嘴角翘起 微微摇头 没想到 这些敌人的手段 比我想象中还要厉害 连救命精灵都能发现 还阻止了 苏梦里的双手 不由自主地钻紧 手腕上的救命精灵 尝试再度唤醒 可惜 救命精灵并没有反应 轰隆 就在此刻 巨大的轰鸣声 再度响彻在了上方阵法 嗯 苏梦里焦躯微颤 脚下地面震颤下 双腿陷入下去 身后青色虎尾的 柔顺长毛炸开 浑身灵气 开始疯狂涌动而出 情况 恐怕比他想象中 要麻烦得多 他抬起头来 瞧着上空显化而出的阵法 咬了咬牙 压力提升了 这次敌人进攻阵法的强度 比先前要再度拔高了许多档次 远远超出他的预计 不仅如此 进攻阵法的手段 十分的特殊 具有极强的进攻性 并且还带有着 强烈的压制力 虽然不能够对阵法的屏障 造成直接的伤害 但会对他的消耗 增加剧烈的负担 让他没办法继续维持阵法 估计片刻后 自己维持的阵法 就要彻底崩溃 再也无法成形 阵法破除 他连同麾下的精锐 将会彻底暴露 在敌人的围攻之下 更别提这些围攻之人中 存在着开天殿之人 那陌生势力的存在 不容小觑 与此同时 阵法之外 开天殿队长 已经是双臂环抱身前 俯瞰着面前的阵法 他的队员这一刻 已经四散开来 体内灵气涌动 浮现出金属 液体化作了诡异的金属盘 那是阵盘 开天殿的存在 手中以自身之力 凝聚而成的阵盘 阵法震荡天地之力 并且引动了四周的灵气 最后 阵法化作环形 不断形成环状的力道 朝着下方碾压阵荡 那环状力量 不断波及在下方阵法屏障 产生的压制力 扩散到了方方面面 难以捉摸 另一边的方向 藏武的将军 同样是凝望着面前阵法 麾下的将士 已经朝着阵法 展开了激烈的进攻 相较于旁边的开天殿 他们这边进攻的方式 就显得简单粗暴得多 仅仅是凝聚灵气 手持冰刃 朝着前方的阵法 屏障不断地轰击着 只是 他们手中拿着的冰刃 看上去明显很特殊 当灵气灌注在上面后 冰刃灵气的风锐之上 反而是鸣克出了纹路 纹路震荡之下 吸引了四周天地灵气 那灵气缠绕冰刃之上 在跟阵法屏障碰撞后 产生的力道并非简单击打 反而会震荡 出阵法屏障上的灵气回路 还有鸣克的阵法符文 很显然 这样的兵气进攻 打的是阵法的根本 藏武这边破解弓打阵法根本 另一边开天殿 则是利用压制阵法 影响主持阵法的苏梦里本身 双方在眼下这情况 反而是达成了 独属于他们的一种默契 而在这样默契的 通力合作之下 笼罩这个上方的阵法屏障 已经开始摇摇欲坠 出现军烈的纹路来 阵法屏障之内 苏梦里闷哼一声 嘴角溢出鲜血来 其体内的灵气 源源不绝地灌注出来 并且疯狂调动 手腕上的救命精灵 但很可惜 阵法之上 传递出来的诡异波动 将救命精灵的空间波动 彻底切断 根本没丝毫的反应 还真是手段不浅 这个开天殿 比想象中还要了得 苏梦里嘴角 擒着笑容 伸手轻轻抹掉 嘴角血迹 如此手段 不简单 救命精灵 本身就是传承下来的古老宝物 威能不凡 过去的历史当中 先祖利用救命 精灵保命 从没出过事情 唯独这开天殿 反而将这宝物的 不凡威能压制切断 太不寻常 苏梦里有一种预感 自己这次 恐怕真的要栽了 想到这里 苏梦里开始总结 这里的情报 准备将其汇总传讯出去 告诉龙丘白青 最起码 不能死得毫无价值吧 苏梦里 一边维持着上方的阵法 一边取出传讯欲 开始朝这里面 鸣刻如今的情报 抬起头的时候 上方遮掩痕迹的巨木丛林 反而像是不存在一样 没办法 遮挡他的目光 让其看得很清楚 阵法之外的开天殿 还有藏武之辈 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办法 进攻他维持的阵法 说写传讯欲的时候 苏梦里内心中 喃喃自语 哎呀 小白青或许会很生气地 骂我白痴 以身犯险吧 想一想还挺不开心的 居然有朝一日 会被这小矮个子教训 真是的 当初说好 要带他好好吃一顿来着 一直都没能兑现 总是说下一次 好像没机会了 真是的 苏梦里自顾 自想着的时候 眼前忽然是浮现出了阴影 他愣了一下 抬起头来 发现原本重伤的周耀荒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是拦在了自己面前 仅存的灵气 支撑着对方那小山一样的庞大身躯 陛下呀 等会阵法破除 您快逃吧 不要管我们了 那胖嘟嘟的熊脑袋 转过来 望着苏梦里 我们会燃烧生命 掩护你离开 您回去之后 不仅有丰富的情报 还能将他们原本的计划打乱 两全其美 随着周耀荒开口的时候 旁边的熊妖战士 也已经纷纷来到了他的身边 不仅是他们 跟着苏梦里过来的妖族精锐 各个是围拢过来 目光中已存死至 很显然 他们跟周耀荒的 打算是一样 阵法破除 也将点燃生命 掩护苏梦里离开 你们 苏梦里叹了口气 缓缓摇头 不要做这种事情 就算你们牺牲自己 敌人也不会放我离开 你们只会白白送死 还不如我来掩护你们 反而让你们有一线生机 苏梦里刚说完 却被周耀荒再度打断 陛下 无需多言 我们心意已决 您活着 对妖族的好处 才是最大的 以后替我们报仇 便是了 周耀荒说完 苏梦里沉默半想 最后点头 行 我知道了 他不再多说 眼下犹犹豫豫 只会浪费他们的好意 也会害他们 白白丢掉性命 既如此 便拼一把 找最后的一线生机 毕竟 这不是矫情的时候 咔嚓 破碎声响起 阵法破了 来了 周耀荒陡然咆哮 朝着身边的族人开口 苏梦里维持的阵法 终于是彻底的破碎 伴随着阵法破碎的瞬间 那野蛮生长的巨木丛林 也是彻底的枯萎下来 显露出了他们的身影 暴露在了 围困此地的大军 目光当中 古中 被围困的队伍很少 连同周耀荒他们这个队伍 只有寥寥上千人数 苏梦里这个精锐队伍 也不过是他加上百名妖族强者 但相较之下 抬头的瞬间 便能够看到 半空当中密密麻麻 都是黑影 并且朝着远处看去 根本就看不到头 不止如此 他们还能够看到 这些围困他们的藏武大军 居然是呈现着一个战阵的姿态 控制这边 更远处还能隐约看到 寻守的队伍 严格执行着巡逻 查探四周情况的任务 来来回回 战场布局已经成型了 看到这一幕 周耀荒缓缓开口 语气十分的沉重 他也算是跟藏武的人 交手很多次的人 很清楚藏武 对于战场布局的习惯 主力推进压制 并且战场四周的范围 都会有五层寻守队伍 查探四周的情况 一旦有任何的援军靠近 绝对能够第一时间发现 而且 他们想要突围的话 那五层范围的战阵圈子 也能够迅速合拢过来 想要突围的难度 提升了数倍 困难已经是 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但周耀荒知道 眼下不管有多么的困难 都需要尽力拼一把 这件事情 乃是他们的过错 身陷险地 并且导致了战地失守 不仅如此 他们还连累了 前来池园的万妖女帝 其实 苏梦里这次过来池园 的确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甚至都打算使用救命精灵 只可惜 开天殿的存在 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 而且 开天殿的人 似乎也跟藏武的存在合作 如若不然 不至于他带着精锐 刚刚靠近过来 这藏武 就已经是调动大军 围拢过来 将他们风困在这片范围之内 苏盟主 看样子你今天 插势难逃了呀 藏武将军 看着那苏梦里的所在 脸上 是露出了笑容 神色之间显然尤为得意 不享受苦头 主动投降 是最好的选择 你认为呢 说完后 这藏武的将军 不仅是观察了一下面前 苏梦里的态度 还偷偷地朝着旁边的开天殿 看了一眼 他观察后发现 对于自己的话 开天殿的存在 并没有对他的话 有什么反应 似乎破解了阵法之后 对方就这么 在不远处默默地看着 仿佛随时会准备动手 但对方待着的区域范围 却好像是略微后退了一点 将位置 让开给他们 藏武这边的将士们 好像他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出范围 好让他们出身 藏武将军这一刻 都有些拿捏不准 这突然出现的势力 到底是图谋着什么 为何从头到尾 都是向着他们藏武 就在这个藏武将军 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忽然一声咆哮 响彻了起来 周耀荒体内的灵气 已经是被彻底地点燃 浑身营绕着烈焰 不仅如此 他生命的气息 似乎要开始点燃 剧烈燃烧起来 陛下 走 周耀荒咆哮出生之后 气息疯狂膨胀 之后朝着正前方 冲杀了过去 藏武将军 面色一变 这磐石妖黄 拼命了 对方都已经是被 重伤成了这个样子 居然还有力气拼命 到底是熊妖 果然是皮糙弱厚 生命力顽强的可怕啊 周耀荒这边 刚刚点燃生命 咆哮准备牺牲自己 他身边的熊妖战士 也是一个个 纷纷开始做好了准备 苏梦里 也是深吸口气 准备逃顿而开 避免浪费了 周耀荒的牺牲 就在一切要开始 行动的瞬间 哇 忽然 颤鸣声响起 刚刚点燃自己 生命的周耀荒 还没来得及出手的时候 面前已经突兀 出现了一个身影 这身影 赫然是这次 开天殿行动的队长 这名开天殿的队长 浑身肌肤 瞬间是化作了 金属色泽 深吸口气之后 整个体型 居然是膨胀起来 眨眼之间 面前这个开天殿的队长 就变成了一个 跟磐石腰黄一般 大小的金属小巨人 我准你拼命了吗 这个开天殿的队长 咧嘴笑了起来 陡然是挥动拳头 轰然砸在了 周耀荒的腹部 动 沉闷的巨响 瞬间是响彻而起 这一拳轰在 周耀荒身上的瞬间 一股诡异的 金属光泽力量 瞬间是贯彻 进入了他的体内 周耀荒只感觉 这股力量 轰在自己身上后 他体内的灵气 仿佛是被凝固了一样 整个人都 仿佛是按下了暂停 气息 也是涣散 被点燃的生命 居然是被强行 熄灭下来 规则的封禁 周耀荒瞪着一对熊眼 对方的力量 居然是将自己 掌控的大道规则封禁了 这种封禁 让他没有办法 发挥出自己的任何实力 这一刻 他仿佛是明白 为何陛下的救命精灵 居然会没有了效果 对方的进攻 能够封禁 自己领悟的 天地大道规则 那么 刚才对方借助 进攻阵法的时候 是不是将这一片的 天地规则给影响 从而让那救命精灵 原本要展开的 空间通道 完全无法打开 就当周耀荒 惊骇思考的时候 面前的开天殿队长 已经是一拳 再次轰击而来 将他轰得倒飞了出去 做完这一切后 这开天殿队长 再次伸出手来 朝着重伤的苏梦里 一把抓了过去 不仅如此 他伸手的时候 掌心之上 迸发出金属光泽 苏梦里看着那手掌 原本是想要躲闪开来 却是动弹不得 四周空间 被彻底地封禁了 这是什么力量 苏梦里皱着眉头 思考起来 另一只手上 出现了传讯玉 他要趁这个时候 将信息传递出去 既然跑不掉了 那么最起码情报 咔嚓 苏梦里瞳孔收缩 他手中 传讯玉也是碎脸 该死 苏梦里咬着红唇 眯着双眼 心中暗骂一声 就在这一瞬 一只手忽然抓住了 他的狐狸尾巴 往后拽了过去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就落入了一个怀抱中 苏梦里的第一反应 便是居然 有人胆敢拽自己的尾巴 对他们一族来说 尾巴便是脸面 外人不得触碰 若是有人不禁允许 胆敢摸他虎尾 定要让其错骨扬灰 但眼下 显然不是计较这个的时候 更何况 这接住他的人 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 都没能感知到 悄无声息一般 苏梦里抬头来 便发现一把烂 助自己的身影 赫然是个年轻的人族男子 身着王袍 浑身上下 萦绕着鬼魅阴冷的黑火 那脸上 更是佩戴着鬼魅面面具 若非是对方这么一拽 他恐怕就要 被那金属巨人抓住 什么人 也胆敢插手 开天店行事 化作金属巨人的 开天店的队长 瞧着忽然出现的身影 立刻是咆哮出声 他咆哮开口 喊着金属妈撒声 不仅如此 伴随着他这一声吼 当中威压 也是随之而来 这是一声下马威 不管来人是谁 先叫喊一声 掌杖气势 好好震慑一下对方 随着这开 天店队长咆哮后 他也是再度出手 陡然握拳轰击而来 这一拳 金属光泽 再度闪烁而出 那阵战的声音 再度出现 拳风锁过之处的空间波动 都是被彻底封锁 强悍的天地规则 他的威压也是碾压下来 仿佛是厚重的山岳一样 碾压下来 一拳打出 那开天店队长 另一只手也是跟着张开 向前方抓了过去 双手齐动 他的目光中闪烁着金光 原本就已经很庞大的身躯 仿佛在拔高了一些 若是有修为弱者 近距离观察 会从那一拳上看到 仿佛一个世界在镇压过来 再看那一掌 那有乾坤 深藏天地 好似让你天大地大 无路可逃 开天店队长没留守 这忽然出现的陌生男子 能够将苏梦里 拉扯出自己的规则覆盖范围 说明本身实力不凡 有本事 说不定就是 藏林诸天万剑的强者 也可能是妖族 给苏梦里安排的隐藏护卫 他信奉一个道理 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便要彻底拿下 带走苏梦里 回到开天店 就是大功一剑 对方身上 肯定是能剥离出 他们想要的东西 而藏武在这个虚空战场 将不会有阻碍 就算没能攻入藏林 最起码也能掌控 这个大型虚空战场 占据上风 然后将这片虚空战场 当作他们的据点 以此为跳板 对藏林动手 藏武和藏林 对峙没有动静的时间 实在是太久了 拿下 开天店队长想到这里 口中更是咆哮出声 手里动手的速度 再度加快 金属光泽闪烁 震荡空间 威势恐怖 旁边 藏武带队的将军 沉默地看着这边 没有出声 他凝望着那金属巨人 深吸了口气 谁想得到 这个人族的诡异男子 彻底展现自己实力 居然这般的可怕 若是正面厮杀的话 他恐怕根本不是对手 单单是对方化作金属巨人 封锁天地 控制规则之力 镇压的本事 若是跟他厮杀 这名藏武的将军 感觉会很头疼 在其面前 很多手段都会被封锁 没办法施展 只怕搏杀后 落败的速度会很快 他不由地浮现出一些 心思和念头 暗中看着这些 开天垫的存在 默默铭记 这陌生势力的手段 能力 都是需要注意 眼下对方 忽然是帮助他们 藏武这边 肯定是有所图谋 不可能白白帮忙 说不定下一次 他们就要转头 对付他们 藏武这边 故而 自己得流心流神 提防依二 只不过 这名藏武的将军 心中念叨着 朝着正前方 佩戴着鬼面面具的身影望去 内心没来由地在发慌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总感觉不太对劲 好像对方身上 有什么气息 正震慑着自己 可恶 你可是血永族 最强的战士 怎么能产生 这种畏惧的情绪 难道你忘记 自己的战士 精神了吗 就在这名藏武将军 对自己心中 念叨的时候 前方传来了动静 动 沉闷的碰撞声 响彻了起来 向下的金属俱拳 于半空中停止 当在场所有人 看去的时候 都是瞳孔收缩 这 近在咫尺的苏梦里 更是红唇微张 睁着眼 望着面前的一切 这个男人 仅仅是抬起了手 竖起了一根食指 没有灵气波动 没有任何发力的动静 仅仅是伸出了手指 这根食指 就仿佛是撑天之柱 哪怕是天塌下来 都能挡着 哼 面具下 传来了一声轻哼 那食指微微弯曲 轻轻一弹 碰 恐怖的力道 瞬间席卷而上 顺着指尖弹点区域扩散 那开天垫金属巨人 手臂上滚滚而开 仿佛是有着波浪卷动 庞大的身躯 就这么被一根手指 轻而易举的弹飞 如同炮弹弹射 倒向了后方 噗哧 好像是漏气的声音响起 原本庞大的身躯 陡然缩小 恢复了昔日模样 身上金属色泽 也是退去 仿佛是下去的潮水 刷 就在这一刻 下方山谷林地中 平级的土地中 丛林开始生长 绿意盎然 天地之间浑浊的灵气 开始净化 轻轻地阴晕灵气 扫荡向了四方 金色的神光 从远处凌空而下 璀璨之下 将那佩戴着鬼面的男人 衬托着神圣 不可侵犯 但那鬼面面具 配合着妖异的黑色火焰 却显得有些邪魅 正邪交错的诡异氛围 让人难以移开目光 地心路和花财头 缓缓落下 来到了萧天的身后 下方的磐石妖黄周妖荒 更是看到自己儿子周月行 在边上较远的地方 拿着流影金正 对准着这里 不仅如此 另一个姿态高 头上发丝如水流涌动的男人 已经缓缓落下 他展开着手 俯瞰着四周的藏武之人 还有那开天殿之人 其孤傲的声音 响彻在这片天地 卑贱的你们 阎王大天尊萧天大人 已经来到了你们的面前 悲鸣 你们处于苦海 至善的光芒 将笼罩在你们的身上 尽情地欢呼 庆贺吧 一时间 四周的空气 都仿佛是凝固 彻底安静下来 对此 木木忍不住攥紧了手 心中暗自叫好 漂亮 完美地出场 大成功地发言 萧大人帅气的一面 已经彻底地展现了出来 成功震慑了 在场的所有人 他能够感受到 萧大人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而且 他偷偷跟地心路 和花财头 暗中商量过一个小惊喜 利用他们三大神族的天赋能力 为萧大人 营造出一个 完美的出场效果 瞧瞧这帮人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果然惊到他们了 不 准确地说 他们的完美布置 反而是吓到了他们 哼 藏武的低等种族 也是一帮土鳖嘛 这点小场面 都承受不住 泽泽 想着的时候 木木发现 萧天不经意间 给了自己一个眼神 他立刻就看懂了 萧大人 果然十分地满意 太漂亮了 事实上 萧天的确十分地满意 也如同木木想的一样 那出场特效的设计 让他感觉到十分地惊喜 果然万物生灵 皆有自己的定位 瞧瞧 他们不就很好地 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吗 萧天想到这个地方 忍不住轻轻点头 而这一刻 苏梦里 已经完全被惊呆了 他眨了眨眼睛 都怀疑自己 是不是感知错了 若是没搞错的话 无论是 笼罩在萧天身上的金光 还是旁边天地灵气的进化 又或者是下方 万物生长的动静 都透露着强大的气息 引动着强大的天地 大道规则之力 如果 用这些力量 直接进攻敌人的话 只怕要杀伤一大片 可就这么强横的力量 却是用在面前 这个男人身上 搞出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好吧 他也承认 这的确是很帅的 但问题是 总感觉什么地方怪怪的 你 到底是什么人 催了口血沫 那开天殿队长 直起身来 凝望着萧天 阎望大天尊 你这名号 我从未听过 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要嘴硬 不肯承认吗 听到对方的话 萧天忍不住发笑着 摇头道 想要用不认识 我这种别角的借口 掩盖你们 谋害我的计划 不觉得 太过可笑了吗 来之前 我还不太肯定 但到了这个地方 一切都已经真相大白 萧天另一只手 陡然抬起 指着开天殿的存在 你们的一切 都已经被我看穿了 开天殿一众人 都是面露恶然之色 什么玩意 这人 在说什么 胡说八道 你到底是谁 我都不清楚 何谈迫害你 开天殿队长 咆哮出声 浑身肌肉绷紧 血气澎湃 还真是装糊涂的高手啊 如果你们不是 想要迫害我 栽赃陷害 为何要无时无刻 彰显出自己 肉身实力恐怖 萧天说着 面具下的双眼瞇了瞇 便是希望让世人 将你我之间 联系在一起 开天殿队长 还有其他 开天殿之人 表情这一刻 都有些扭曲 这人的确实力强横 但未免也太胡搅蛮缠 胡说八道了吧 他们本身就是 擅长以自身战斗 什么叫故意展现 自身的肉身强大 更何况 你身为藏灵之人 肉身强横 开什么玩笑 恐怕刚才 都是以大道隐藏自身 猜 就在开天殿众人 心中响个不停的时候 面前的萧天 已经是再度开口 你们故意 以肉身强横的特征厮杀 就是为了将所作所为 都诬陷在我的身上 毕竟 我肉身强横的特点 还是十分显著的 伴随着萧天的话音落下 他随手 往旁边半空一扯 死了 这个空间十分稳固 坚定的超大型 虚空战场半空 就这么被萧天徒手 硬生生撕开 一道空间裂缝 在众人的眼中 萧天就是在 跟人聊天的过程中 随便这么一扒拉 就将空间撕烂了 那后方的混沌气息 都流露了出来 超大型虚空战场 本身就是 坐落在藏灵 和藏武之间的缝隙之上 那空间碎裂 流露出来的 也是混沌混乱气息 瞧瞧 我们的战斗风格 何其的相似啊 萧天又开口 同时伸手抹了抹 扒了两下 将自己撕开的空间 硬生生揉在一起 好像完全无事发生过 整个天地之间 再度陷入了安静中 开天店那边的一些成员 已经双腿开始发软 吞咽着唾沫 身形稍微开始后退一些 队长更有队员 吓得声音发颤 朝着旁边的主心鼓 喊了起来 开天店的队长 也是呆滞在原地 这一刻 他的心里 只有一个想法 他想骂人 什么叫风格相似 什么叫做有所联系 你这叫肉身强横吗 你到底懂不懂强横 和变态这两个词 完全是两个玩意 随手将如此坚固的空间 地界撕着完 然后跟捏尼巴一样 捏好这种事情 你管叫强横 这他娘的叫作弊 开天店队长 无比确定 刚才对方那一根指头 弹飞自己 肯定是手下留情了 如果对方没留力气 恐怕直接一指头 就将他弹爆了 另一边 藏武的大军中 一个个都是惊恐无比地望着这边 那大军中的副将 忽然发现自家将军 正拿着传讯玉 明刻传递着什么 将军 在做什么 传递情报吗 副将颤抖着问道 心中也无比佩服 这个时候 将军还能克服心中恐惧 想着藏武 藏着大局 然而 这名藏武的将军 却是轻轻摇头 我再显一言 副将 而最震撼的人 当属苏梦里 他的眉头轻轻跳动 身后的九条虎尾 已经是再次炸了毛 这萧天 好可怕 原本 他有看出来 萧天很恐怖 传讯阵法距离那么远 只有他的身影能 清清楚楚地呈现出来 这诡异的情况 本就不寻常 加上通过龙丘白青这边 沟通的情报来看 还有父亲的述说 苏梦里 对萧天的实力 还算有一定的认知 但任何事情 听闻 和跟青年所见的感受 完全是两回事 他忽然觉得 这家伙把自己尾巴 凹脱了毛 自己都不会有意见 萧天的到来 就好像是一群蚂蚁的战场上 来了一头洪荒太古巨兽 原本的局面 已经是彻底失衡 苏梦里的心中 无比感慨 藏林这边 总算是 有了一个自己的底牌 尽管这个底牌 他会自己选择 出牌还是不出牌 完全自由自在 但终究说起来 能让人 稍微心安不少 身为百族联盟的盟主 对各个虚空战场状况 有所了解他 内心压力 其实很大 有些时候 更不堪负重 毕竟 当诸天万戒的责任 压在你身上的时候 那种感觉很不好受 其实终究说起来 苏梦里的年纪并不大 仅仅是天生的妖族至尊 就要一步步 承担起天大的责任来 这一刻 苏梦里反而是有些慵懒起来 软绵绵地靠在那手臂上 九条虎尾上炸开的毛发 也是柔顺放松下来 偶尔放松一下 也是挺不错的嘛 救命精灵 能用了 放松的苏梦里 稍微感知一下 就察觉到手腕上挂着的精灵 已经没有了先前封锁的感觉 看样子 这开天殿的人 利用规则之力的战斗方式 很特殊啊 不像他们这些利用大盗之力 引动规则之后 是强化自身 增幅自身小世界 对方更像是将规则 当作限制敌人的手段 然后再仗着自身强横出手 以己之长 攻其之短 对他们藏灵 很克制 这是巧合 还是说 那开天殿之人 专门研究了 我们藏灵的战斗方式 创造出来的克敌之法 很显然 对方的战斗方式 十分克制我们的诸多手段 连足中 传承下来古老的宝物 都已经受到了影响 稍显慵懒姿态的苏梦里 放松是一回事 但照样宁神打量着四周 将眼下能够拿下的情报 进阶掌握思索 萧天存在于这里本身 就能让他放肆地 观察眼前一切的局势 无需担心危险 仔细思考 此刻 这名开天殿的队长 克服心中恐惧 强行逼迫自己冷静下来 面前这位诡异出现的恐怖强者 的确是大危机 但越到这个时候 就越不能够慌乱 乱了心神 他仔细观察 发现面前之人 似乎好大喜功 加上先前出生高呼之人 言语作为佐证 相信面前这位存在 定然是那种享受奉承之人 关键契机 就在这 想着 这开天殿的队长立刻拱手拱身 好让这位阎望大天尊肖大人知晓 我是开天殿成员 名唤尤燕君 这次行动队的队长 先前是一场误会 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们是绝对没有任何的心思 想要谋害您 毕竟 从头到尾 我们都没有针对您的必要啊 说完 这名尤燕君是略微低下头来 他话语之间的意思 也尤为的明显 简单来说 便是肖天根本没证据可以表明 他们是要针对他 尤燕君利用这简单的话术 希望对方能仔细思考一下 不要再误会他们 总之 先将面前这恐怖的男人 好好地哄住了再说 说完的尤燕君更是低下头来 露出了臣服的表情和行为 按照他的想法 当自己低下头 服输服软的话 对方起码有大概率 不会直接动手 如此强者 肯定是好面子 不跟弱者计较才对 然而 当自己说完以后 尤燕君却发现 对面的肖天 似乎并没有认同他的话 反而是皱着眉头 用有些失望的目光 望着自己 轻轻摇着头 先前已经说过 真相 已经被我洞悉 肖天叹了口气 望着尤燕君 我给过你机会了 如果坦白从宽 不是不能放过你 但很可惜 你并没珍惜这次机会 肖天讲到这个地方 目光锐利 你们开天殿之人 真正目的 就是为了挑起惨烈的战火 席卷诸天万界的战争 死亡的阴影 笼罩在这片天地之间 此话 从肖天口中一出 对面的尤燕君表情 略微有所变化 眼中的目光 有着一些闪烁 其实肖天的答案 虽然没说得准确 但也算是接近了 为何 他如何知道 难道暗中查探到了什么东西 店中布置经营多年 这才刚刚开始启动计划 到了收获的时候 居然被如此强者 洞悉盯上 岂不是糟糕 大人 您真的误会了 尤燕君再次开口 想要将话题转移 然而 面对他的话 肖天根本就不听 证据都在这个地方 你还要狡辩吗 证据 在场中人 纷纷都是将目光 集中在了肖天的身上 不知道他说的证据 又是什么 那尤燕君 更是紧张 证据 他们开天店的计划 难道还有什么蛛丝马迹 被对方抓到了不成 准备了无数年 难道要刚刚有所成就 就要胎死腹中 证据 苏梦里也好奇 肖天此行过来 难道是有备而来 就在这时 苏梦里忽然发现 肖天搭着自己的手 忽然是一把抓住了他的腰 轻轻松松地将其提了起来 随后 苏梦里发现 肖天用这种诡异的发力方式 将他提起来后 没做别的 就是这么轻轻地晃了晃 就好像 在表明着什么 随后 他更是听到了不可思议的话 它 便是证据 肖天的声音不小 语气更是斩钉截铁 被抓起来 晃了晃的苏梦里 扭头看向肖天的时候 满脑袋都是问号 自己 怎么就成了证据 你们首先是将自己 强行跟我联系在一起 然后再对他动手 等你们掳走他之后 伪造证据 栽赃陷害 让诸天万界都认为 是我肖天杀了百族联盟 盟主苏梦里 我自然而然 就成了所有人的公敌 最可怕的 还不是这个 最让人感到害怕的一点 以我妻子刚正不恶 眼睛里 柔不得沙子的性格 知道你们诬陷我的事情 定然会认为我平常善良 为人只是在装模作样 根本就是个伪君子 伤心欲绝失望痛苦 要与我一拍两散 而我好不容易的家 就这么散了 又被世人误解 肯定会心性大变 一念成魔 为祸四方 你们目的 就这么达成了 肖天倒吸一口冷气 双手攥紧 你们开天店 好卑鄙 好恐怖 真是步步为营 处处算计 让我这么一想 就十分的害怕 有你们不得 肖天的话刚说完 对面的游燕君 表情就已经僵住了 对方的分析和猜想 简直是歪得离谱 唯一对的 就是挑起战火四个字 其他的 明明都是胡扯 但为什么 听上去 好像能说得通啊 瞧瞧你现在僵硬的表情 看样子你们开天店的卑劣心思 果然如同我所说 肖天松开了苏梦里 瞇着双眼 你们开天店 恐怕早就图谋不轨 想当初 我在一处地界 遇见你们开天店一处悲体 居然动辄向我吓杀手 有小见大 你们开天店 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肖天的这番话 更是让游燕君的瞳孔收缩 不可置信 被打爆的开天杯 居然是眼前之人打爆的 店中 感知到一处 开天店的开天杯爆裂 认为是隐藏暴露 被这一方世界的意志察觉 故而干预抹除的 本还想着 既然是被感知干预抹除 那么这一方混沌宇宙 本身也会受到创伤 毕竟 想要将开天杯抹除 对抗其中蕴藏的天地规则 可没那么简单拿下 结果面前的肖天 却是提及到了那个 被打爆的开天杯 难不成那个暴裂的 开天杯的始作俑者 便是面前的这个男人 仔细想来 也合乎情理 从刚才这男人展现出来的实力来看 他完全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该死 这次肯定死定了 游燕君咬紧牙关 死死瞪着面前肖天 哇 下一刻游燕君的体内 立刻是迸发出炽热的高温来 整个人也是再度化作了金属模样 自我损毁 游燕君苟然咆哮出声 体内的高温不断迸发 身体就仿佛是高温金属 再融化一样 逐渐变得扭曲起来 所有人不得传讯 不得通知 游燕君的咆哮命令 让其他开天店的成员立刻照做 纷纷是化作金属覆盖的模样 体内产生着高温 当第二句命令传递出来 他们也立刻是明白为何 传讯之物瞬间破碎 连线 绝对不能够让面前这个恐怖的男人 找到任何有关于开天店联系 游燕君很害怕 万一萧天有什么办法 能够通过自己传讯情报的时候 找到开天店的据点 这会给开天店带来灭顶之灾 而自尽后 殿中自然是会根据他们死去之后 在殿中排位破碎情况 来断定原因为何 仅仅是这一点 就足够让殿中小心谨慎了 必死无疑的局面 这是游燕君能够想到损失最低的办法 哼 旁边 木木忽然是爆发出自己的灵气 显化出生命大道 朝着前方灌注过去 然而 他的力量灌注到对方体内 却根本没丝毫的动静 完全无法逆转 对方自我了结的过程 那开天店众人的生命气息 以极快的速度衰败消失 而已经炽热的金属身躯 也已经融化了大半 从半空中落下 滴在那下方丛林当中 燃起了大火 果断 果决 甚至在众人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这些开天店的人 已经用这种决绝的方式 断开了跟开天店的联系 所作所为 只是为了将自己 跟开天店之间切割开 让萧天找不到机会 还存活的藏武一众 都是心中浮现出一丝胆寒 有惧怕萧天的情绪 他的存在 仅仅是一番言语 居然是能够逼得开天店众人 做出这样的事情 但更觉得 不寒而栗的是这个开天店 他们到底是什么来头 开天店对于他们又是何等的意义 居然连反抗一下的想法 都没有 慷慨赴死 若非是心中有鬼 哪里会选择这样的方式 萧天冷冷开口 同时内心朝着系统旺财询问 能不能查探到 开天店的联系 主人 貌似做不到 对方隔绝得很好 从头到尾都没产生一丝 跟外界的联系 身上任何关乎于空间波动的物品 都已经自行销毁 并且它们融化自身的行为 更是将自我特征灭除 难以分析 萧天眼前 浮现的虚幻系统面板上面 已经不断地弹跳出了提示 未知 分析失败 探索无序 而在那些弹跳的提示旁边 迷你粉发黑丝小女仆 正摊开双手 撇着小嘴 露出一脸无奈的表情 这样吗 萧天叹了口气 目光透过面具下的缝隙 凝视着 弥留之际的游彦君 你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 这一刻 你获得了我的尊重 安心地去吧 本天尊向你保证 我一定会找到 你们开天店 将其彻底覆面 下去陪你 如此一来 你们牺牲之后 才不会孤单 对面 游彦君还存留的上半身 被萧天这话说得 呛起咳嗽来 吐出宛若铁水的唾沫 他瞳孔收缩 跟看着神经病一样 望着萧天 你这人有毛病吧 尊重我 就要把开天店彻底覆灭了 还说是让自己死得不孤单 你这个 游彦君刚开口 拼着最后一把力气 要骂人的时候 却见对面的萧天 已经抬起了手 不用说线 放在心里即可 萧天一边说 一边陡然回首发力 看你们这样痛苦的样子 我于心不忍 看在你也算有点骨气 我就发发善心 将你们错骨扬灰 少受点罪 随着萧天这话说完 他这一掌 挥动过去的劲道 瞬间是将面前 开天店的众人泯灭 游彦君 那开口的话 还没说完全 就被掌风的声音遮掩 碰 对面是浮现出 闪烁着金属光泽的粉尘 十分的好看 开天店一众人 便是在最后 憋屈的话都没说 就消失在所有人的眼前 这本身是苏梦里等一行人 最大的危机和威胁 如萧天所说 挫骨扬灰了 而做完这一切后 萧天缓缓地转过头来 朝着藏武的一众人看了过去 接下来 咱们再好好聊一聊 别害怕 我很善良的 萧天开口的时候 语气算是 十分的温柔平缓 并且 似乎是为了让对方 不要感到害怕 更是抬手 轻轻示意 放轻松 我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 藏武的这名 来自血泳族的将军 僵硬地悬浮在半空当中 望着萧天的方向 额头在不断地渗出汗水 不知道为什么 面前这个男人 开口说话的时候 语气是越温柔越平缓 他就感到越害怕 而且 在他的耳朵里听来 萧天先前的话 并非是什么安慰 更像是一种危险 先前那陌生势力的存在 站立那般的强横恐怖 但在这个男人的面前 却是但指尖 就能毁灭的存在 不仅如此 他还真切地感受到 面前这个男人 根本脑子就有点问题 单单是他刚才说话 分析的内容 就不太正常 后面的所作所为 更是杀人诛心 极为的残忍 他不仅仅 要摧残你现实的存在 还要从心灵 上去折磨你 打击你 让你在痛不欲生 精神崩溃的边缘当中 走向了死亡 最恐怖的是 在他的眼中 居然扬言自己 是一个善良的人 这分明是个魔鬼啊 来 你过来 萧天这时 也朝着对方招了招手 示意对方来他面前 对面 见到萧天朝自己招手 这名藏武的将军 内心当中 没来由地一颤 浑身甚至是哆嗦了一下 将军 怎么办 在他旁边的副将 见此情形 也是咽了口唾沫 忍不住问道 身旁副将的询问 反而是让他 更加紧张起来 但萧天开口 如此强者面前 任何的花招 都是无济于事 他也只能朝着 副将示意 让他不要轻举妄动 而自己 则是老老实实地 朝着萧天的方向 飞顿了过去 等到他的身形 靠近萧天跟前后 更是毕恭毕敬的行礼 血永族血制 见过这位大人 瞧着面前 这个熟悉种族 自曝姓名 萧天仿佛是想到了什么 口中呢喃起来 智 睿智 难道你跟血瑞 有什么关系不长 听到萧天口中 提到了这个名字 血制的表情 有所变化 难道大人 您见过我的弟弟 提及到这个的时候 血制有些情不自禁 自从弟弟血瑞 被调离 并且失去了踪迹 和无音讯以后 高层的判定 是自己弟弟 已经是战死在 突然关闭的允颜 虚空战场 尽管自己根据 命牌的状况认定 自己弟弟并没死亡 但是族中高层 还是认为 血瑞已经死了 允颜虚空战场关闭 对方不可能存活 就算是活着 说不定已经被捉拿 以三血一脉的高贵精神 被捉拿之后 定然是拼死一搏 用尽最后的力气 战斗到最后才对 结局 只能是死亡 原来血瑞 是你的弟弟 这不是巧了吗 萧天双眼一亮 拍了拍面前血脂的肩膀 你的弟弟 如今正在替我做事 最近更是荣获了 养猪先锋的荣誉称号 并且 你弟弟在养猪的过程当中 表现好 改过态度端正 已经得到了一些 实验武学的传授 进步神速 实力突飞猛进 习武之后 实力提升是一方面 更多是强身健体 打磨精神 改过之后的他 更是容光焕发 也有一番新气象 你是做兄长的 肯定是不能落后弟弟 不如带着大家一起 弃暗投明 撒汗水 做建设 改过自新 迈向新生活 萧天劝说的话语 从面具下面传递出来 目光中 更是闪烁着金光 而在他的对面 听完萧天话语的血脂 表情十分的僵硬 心中感到不可置信 自己的弟弟 那个天资卓绝 足中认为他今后 必定会超过自己的耀眼存在 而自己这个好弟弟 居然降了 在萧天的口中 更是成为了什么养猪先锋 三血一脉的未来 名誉新兴 怎么就成了 这样的玩意 并且 从萧天口中的意思来看 对方的打算 难道还是要自己效仿 跟着也成为这个 所谓的养猪先锋吗 是可忍孰不可忍 如此的侮辱 身为三血一脉 最尊贵的血永族 作为这一方战场 领军的一方大将 怎么可能忍受 这样的屈辱 有些东西 那是比性命 更加重要 骨气这种东西 其实才是最重要 血之思量 甚至在猜测 对方眼下这些话 会不会是在考验自己 看看 他到底是一个软骨头 还是硬骨头呢 所以 你的答案是 萧天面具下面 眯着双眼 朝着面前的血质 死死盯着 等待着对方 给自己的回答 血之目光坚定 朝着萧天 咆哮出声 大人的一言一行 从刚才就深入我的心底 您既然 都给我们了宝贵机会 怎么能浪费 既然我的弟弟 都已经顺应大人的号召 走出了新的道路 我这个做兄弟的 怎么能执迷不悟 说完 血之更是环顾四周 朝着那四面八方麾下的大军咆哮 三血一脉 全体武林军 将士听令 向阎望大天 尊萧大人 行礼 吼声过后 血之是率先低下头颅 朝着面前的萧天 攻身行礼 如同先前幕幕口中 形容的那样 背见到了极点 副将 是最先反应过来 跟着血之 一同攻身 而其余将士 也纷纷从最开始呆愣的状态中 清醒过来 纷纷弯腰攻身 朝着萧天行礼致意 四面八方 那密密麻麻的身影 都是低下了自己的头颅 全因为萧天先前 展现了自己的实力 让他们清楚地了解到 想要反抗 死路一条 加上有了血之 亲自在前方领头 更是让他们顺从起来 毫无压力 自然而然就做到了 黑压压的攻身行礼的大军 正中央 佩戴着鬼面面具的萧天 就这么助力呢 略做点头 浪子回头经不换 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及时地悬崖勒马 你们还算是有的救 萧天的言语之间 十分地满意 体内的灵气 也是随之涌动而出 明刻出印记 这印并非是奴印 而是汉字 罪 萧天字从能够开始修炼 体内蕴藏灵气 配合自己的武道意志 总算是能够做到一些 玄之又玄的事情 例如奴印 过去萧天无灵气 只能够打奴印 但是 这种东西 他不喜欢 觉得不适合自己 如今能修行 有灵气 配合武道意志 自然是拥有了 契合自己风格的东西 罪印 加持此印 便是有罪在身 接下来行事 那便是要戴罪立功 其实你们能够发现 自己的眼前 已经有了一些奇怪的画面 对不对 而这个上面 更是有着分数 这个就叫做善意直 罪印在身 你们要偿还罪念 改过自新 就需要做好人好事 行善积德 累积善意直 而如今 你们是罪人 自然是不能吃不能喝 并且会身体沉重 痛苦难堪 只因你们罪念深重 当然不能活着轻松 减轻罪念 才能自在 萧天这边挥手之间 给着铺天盖地的大军 打上罪印 口中更是念念有词 叙叙叨叨 讲个不停 当然 上一支累计足够多 你们不仅可以得到 我的亲自指导 还能在软会兑换一些资源 武学等物品 这是你们的生机 也是走向善道的帮助 希望你们 可以把握住 而在他的面前 这些三血一脉的战士们 听得萧天的话后 也是望着面前 特殊形成的奇特面板 上面 不仅显示了他们的状况 修行境界 并且还有萧天提及的善意直 其中 一些灵性之被发现 从现在开始 就能尝试 获得善意直 例如其中一项善意任务 便是完善个人信息 要是能够 将自己的名字 年纪等空缺 填补完全 就能够得到一点善意直 不仅如此 还有自己曾经居住的地方 环境 拥有的资源 风土人情 弥补这些讯息 都能够得到善意直 还有检举揭发 只要将藏武的一些 风土人情 所见所闻 都详细记录的话 同样是有善意直的奖励 其余的一些任务 则是更多了 大多都是一些 帮助他人 施以援手的标准 涵盖的范围 非常广阔 当中的劳动改造 能够获得的善意直 非常高昂 除此之外 面前能够提供 善意直最多的 就是医治伤员 救援被困的悲惨战士 至于善意直 能够兑换的东西 也同样是呈现在了 列表上面 当他们看清楚 列表上面的内容 呼吸都有些急促了 各色强大的资源 那是应有尽有 希望就在上面 甚至 上面还提及了 如果整个三血一脉 积累的善意直 足够多的话 还能够提升 他们种族的慰健 并且能够摆脱罪印 成为一份子 享有非常绝佳的待遇 走向崭新的开始 最硬加持自身之后 呈现出来的种种东西 还有那些复杂的情绪 无一例外都是 在影响着他们 让人疯狂 他们三血一脉 拼命厮杀 为了是什么 不就为了族群 为了更好的日子吗 眼下 有着更好的方式 摆在自己等人的面前 还等什么呢 反正在藏武那边 他们本身就是 属于炮灰营 属于他们 曾经的战利品 当谁的炮灰 听谁的话不是话 甚至在萧天 亲自热情回答大家的疑问 宣扬自己 阎望大天尊言出必行 定然会给他们一个机会 一个未来的时候 不少三血一脉的战士 从萧天身上 反而感受到了一丝尊重 而且跟萧天交流谈话的时候 更觉得对方身上 有一种亲切的感觉 越说越感觉舒服 不仅如此 跟着过来的周月行 还亲自在萧天的召唤下靠近 取出了流影精 放出了很多画面 上面都是记录着 地狱当中 先前三血一脉的生活 激情澎湃 热情四射 每个人都是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 挥洒着汗水 明明干的都是脏兮兮 忙碌的粗活 跟他们战士的身份不符合 可从上面传递出来的精神 上面传递的话语和声音 却让不少的三血一脉战士 开始热血澎湃了 有可能是同族的缘故 让他们更加受到了鼓舞 瞧 已经有三血一脉当中 有修行过练单数 治疗伤势的血泳族动身了 他们主动来到了那些 熊妖异族的身边 帮助他们治疗伤势 尤其是那磐石妖黄周药荒 得到了重点的关照 还有一些人 来到磐石妖黄面前 是跪地磕头 请求对方的原谅 态度虔诚 而倒在地上的磐石妖黄 厚重的身躯颤动中 那偌大的熊脑袋 呆呆的 眼中没有任何的神采 完全不清楚 眼前的状况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萧天登场的那一瞬间 他就已经完全梦了 失去了反应 明明是必死无疑的局面 忽然之间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苏梦里同样是 注立在旁边的半空当中 望着萧天就这么一言一句 配合着自己的实力 用一种诡异的方式 将这数百万的武林军 硬生生忽悠瘸了 擒贼先擒王这个道理 苏梦里自然是懂得 但是忽悠人 也能先将领头的忽悠了 顺带地将其他人 直接打包带走吗 这才多久 为什么明明 曾经是敌人的武林军 三血一脉 就已经开始狂热起来了 这个男人 只是温柔地跟你们聊聊天 怎么就好像被他俘获心了 藏灵和藏武之间的厮杀 什么时候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这么轻松了 他脑子都已经彻底迷糊了 打死都想不清楚 甚至 苏梦里还听到旁边一群 曾经的武林军将士们 开始商议计划 该怎么样 从自己原本的据点大牢当中 将被他们自己 抓进去的藏灵将士 从大牢中救出来 这种诡异之极的情形和计划 就这么在眼前硬生生地出现 小白青 我算是理解你先前说的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苏梦里眨了眨眼 望着萧天的背影 眼中浮现出浓烈的好奇和期待 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超大型的虚空战场之上 各种悬浮在这半空当中的陆地 有大有小 较为庞大区域的地界 已经比得上一方下位 介于世界的大小 而小者 能比得上一方城池 一处岛屿 如今 磐石妖黄他们原本坐镇的据点 算是比较小的据点 但地盘也不算很小 每个据点的上方 都是建造了一个临时的大城 作为核心 还有一些小城 属于辅助防备的据点 这两个据点尽管不大 但是位置非常优秀 正好是在前后 两边的庞大陆地的中间位置 而两边黑暗中 悬浮的陆地中间横跨的距离又很大 没有什么落脚的地方 谁拿下这边据点的控制 谁能够进退有序 也是为何 会让磐石妖黄坐镇这一方 毕竟他们一族 最为擅长的事情 便是防御 有磐石妖黄在 这边的据点 按道理不会出问题 只是谁也没想到 暗中有开天殿作祟 当时我还觉得奇怪 为何那阵法会忽然攻破 我们一族天赋 坐镇的大阵 会忽然崩溃 如今看来 应当是那开天殿 暗中处理了阵法 据点城池之内 磐石妖黄周药荒 正坐在那 接受着来自暮暮的治疗 这个据点城池 本身就是此处的大城 如今 公伐这边的藏武大军 已经是成了 萧天麾下的罪人 戴罪立功 将公伐的城池 主动送还 也是偿还罪孽 行善的一个事情 这样 能够少造杀念 眼下据点城池 重新拿回手中 情况也是安定下来 恢复往日的模样 这时众人 都是待在这城池 正中央的府内 这不仅是周药荒 先前暂住的地方 也是阵法核心所在 只要他待在这个地方 施展自身天赋的能力 整个据点的阵守大阵 防御强度 会直线上升 如今屋子内 还有不少的阵法师 正在来来往往 处理着先前崩碎的阵法 当阵法成功复原之后 这个据点的所在 才算是彻底地收复 哗啦啦 水流涌动的声音 接连不断地响起 木木利用着自身的天赋 化作生命力的水流 接连不断地朝着周药荒的 断织区域灌注过去 三药和宝药都被取出来 粉碎融入这水流当中 周药荒看着自己 被医治的过程 感觉十分的神奇 对于他们这个境界的存在来说 肢体断掉想要医治修复 耗费的代价 一般都是很大 也极为的艰难 眼前这个给他智商的人 本事好强大 不过 周药荒目光移转 朝着那边站立的身影看去 那边 已经摘下面具的萧天 正在跟周月行 拿着流影精 朝着里面灌注灵气 显现出画面 讨论着内容 根据内容显现出的画面 商量着该怎么样去改动 有更好的效果 这一刻 周药荒忍不住感慨 若非是自己儿子的话 恐怕他的性命 就要交代在这个地方了 而他更加感慨 便是这个救了自己性命 展现出极为恐怖战力的男人 居然是这么的年轻 不仅如此 从地方身上显露出来的气息 太年轻了 朝气蓬勃 那种年轻的味道 身为妖族 能很轻松地闻出来 这种气息是很难隐藏 也不会去隐藏的一个东西 周药荒都想不通 为什么萧天这个年纪 居然能够拥有如此强横的修为 简直不合常理 而且 在他的眼中 面前萧天的性格品性 十分地复杂特殊 身为磐石妖黄 周药荒也算得 上市月人无数 见识过很多的人 但是像萧天这样 性格情绪方面 特殊且有些矛盾的存在 十分地罕见 另外的据点 已经收复了 这时候 苏梦里走了过来 手中的传讯玉上面 还闪烁着光芒 而他则是向面前周药荒说明 让对方安心 绝大多数的族人 都还活着好好的 只不过是被关押起来 幸好血制此人 并非是试杀之辈 将这些族人 关押就是为了找到 他们的天赋能力 利用到自己这边 看看能不能有办法 将你们天赋能力 和他们藏武的阵法相结合 故而 大家都是安然无恙 并且重新接收据点 十分地方便 提及这里 苏梦里表情 也稍微有些古怪 只是 你的族人们 现在还处于一个 茫然的状态当中 茫然 获救了 还有什么好茫然的 周药荒随口回答 苏梦里摇了摇头 望着周药荒 毕竟 过去拯救他们的人 就是亲自将他们关押的人 如今帮助他们协防 甚至击退那些 前来探查情况的斥候 也是藏武的武林军 自然是茫然的很 说到这里的苏梦里嘴角 轻轻翘起 眼中倒是有一些些的遗憾 可惜 这边还有一些事情 并没有处理掉 不然的话 还真是想要前去那边 亲自瞧瞧他们 脸上流露出来的精彩表情 周药荒在旁边 听到苏梦里的话语 脸上也是露出无奈之色 盟主什么都好 就是 总是有一些奇怪的趣味 特别是爱看人出球 而且还会浪费一些精力 静心去设计这方面的内容 如果有什么人 在百足联盟当中犯错 或许最开始 是不会有什么严重的惩罚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可能会发现 自己莫名其妙 掉入了奇怪的漩涡当中 然后 当众出球 这个时候 你才会发现 自己已经掉入了 盟主的惩罚当中 崭新开辟的庞大虚空 战场内部 一处陆地的 萧天跟周月行交谈了很久以后 最后仿佛是敲定了方案 商定之后的萧天 快步离开 消失在了众人的面前 这边 萧天走之前 也是招呼了一声 木木 地心路还有花财头 见到萧天 朝着他们挥手 很快跟着过去 一行人离开之后 周月行才来到 已经恢复伤势 安然无恙的父亲面前 老爹 感觉如何 周月行开口 询问出生 这时 已经断肢重生的周耀荒 如同小山般的身躯 缓缓缩小 恢复到跟周月行 差不多的个头 那位可真是神人 已经恢复如初 仿佛没受伤一样 说着 周耀荒乐呵呵地上手 就是直接去抓儿子 你这孩子 到底是如何认识 这般猛人 啪 就在周耀荒的手 搭在自己儿子身上的时候 却发现 后者是不动如山 自己这扒拉一下 居然没让对方动弹一下 先前智商之人 本就是古老的超卫种族 生命神族 这一代的族长 他出手治疗老爹 你当然轻而易举 周月行的肩膀 轻轻一抖 便是震开了父亲的手 做完这一切 周月行事 朝着周耀荒道 老爹 你以后能不能改变 这个坏习惯 以前就经常兴奋之下 一巴掌 叫我拍到地上去 站在原地的周耀荒 瞧着儿子 刚才那一系列的举动 非但没弃脑对方 反抗自己 反而十分的高兴 小子出去了 居然懂得抗争了 而且 那是什么本事 境界虽然没提升 但感觉你的实力 好像提升了很多 苏梦里 对周月行也算是熟悉 开口道 周月行朝着苏梦里点头 盟主 最近小潇飞得带着我练舞 孤儿学了点皮毛 还在打基础 他经常说我这熊掌掌得好 跟着他学掌法 再适合不过 说着说着 想起当初的情景 周月行的表情 就有些古怪 因为 当时萧天盯着自己熊掌 后面还一边念叨着可惜 一边咽口水 对此周月行隐隐约约 猜测到萧天的想法 心中也是后怕得很 瞧你这个称呼 你跟这位关系很好 周耀荒听到儿子 对萧天的称呼 更加惊奇 周月行略做点头 将自己跟雪富贵的关系 大概说明一二 这一刻 周耀荒才了然 对于儿子那个好兄弟 他也知道 自己当初 给儿子防身用的腰黄盾 就是被这败家子 送给了对方 周耀荒的内心 也是有些感慨 世事无常 谁能够想得到 当初儿子的善缘 会今日救了自己一命 救下来苏盟主呢 话说 那一位急急忙忙 又是去了什么地方 周耀行好奇 问着儿子 面对父亲好奇的问题 周耀行表情古怪 好伴想后道 这不是那些 归降赎罪的武林军 已经是将一些人 救回来了吗 他这是归去 亲自见一见 那些被解救之人 安抚他们的心 毕竟这次要带回来的 这批人 不都是从诸天万界 各处过来 持援之辈吗 并且是 临时调动过来 周耀荒 听着是满头雾水 不明白 儿子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强调 这一部分的持援大军 那是来自诸天万界 各地呢 如今 这超大型的虚空战场开启 战事严峻 的确有很多 诸天万界各方 前来持援 至少明面上 大家都知道 纯王齿寒的道理 加上有百族联盟牵头 诸天万界各个种族 都是会有人前来 另一方面 还有很多有志之士 都会主动前来参战 除此之外 也有一些狠人 非要来这种战场 魔力自身 越凶险越好 只是相对于来说 这些人 都是规划在了永自军 按照联盟颁布的任务 前去支援 自成一派 更为的灵活 在无能人的手中 这些灵活激动 但有些不受管束的力量 的确是让人头疼 但在龙丘白青的手里 这些人反而是利刃 能够起的奇效 以及意想不到的效果 正是因为灵活的缘故 这部分永自军的人 被解救出来以后 并没有留下来助手 而是被带回来 这一个据点 准备复命之后 休整一二 继续执行任务 除此之外 也有一些人 决定离开战场 结束这次的路程 毕竟也有不少人 都是热血上头 才来到这个地方 如今见识到 真正的残酷 都直接下梦了 也有些人受到了伤 短时间难以痊愈 需要回去养伤 更有人是魔力成功 需要闭关 消化这些日子所得 只不过 这帮人的情绪 有些不淡定 他们也算是见多识广 什么疯疯于雨没见过 但先前击溃 他们的藏武武邻军 如今却反过来 解救他们这种事情 真是没见过 更没见过的是 眼前这个沐浴着神光 在这神圣的环境之下 带着鬼面面具的人 降临在他们的面前 感恩吧 得益于阎王大天尊 萧天大人的帮助 你们才得到了拯救 木木的欢呼声 更是让他们错愕抬头 宛若活见鬼 旁边那藏武的武林军 更是大批大量地朝着 萧天行礼 高呼萧大人 如此诡异的一幕 震撼着他们的心灵 让他们一个个 都是大受震撼 为什么 这个世上 还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藏武的人 三血一脉的战士 什么时候 成了这样的软骨头 听话的乖宝宝 这还是他们认知的事件吗 阎王大天尊 萧天 不少人都是泥男出生 看着那个 佩戴着鬼面面具的人 记住了这个名字 也记住了这个身影 而半空中 萧天背负双手 面具下幅献出微笑 他 已经听见了 有人在下访 正念叨着自己的名字 并且在念着 自己这个名号 希望的曙光 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果然自己的想法 是对的 只要不被动地摆烂 去努努力的话 名号 肯定还是可以扭转过来的 他都打听清楚了 这些永字军 来自诸天万界各方 身份更是复杂 定然能够将消息带出去 只不过 萧天瞧着这些人 不过寥寥数万 仿佛诸天万界 不过是杯水车星 石头丢入了海里 溅起的浪花不值一提 或许 我得考虑做一件 惊天动地的大事 方能尽快完成我的目标 但该怎么做呢 萧天在思考 目光有些失神焕散 逐渐瞧着远处 他 仿佛是想到了什么 这超大型的虚空战场当中 指挥据点的所在 还是得这孩子出马 果然一出手 问题就彻底地解决了 青湖帝苏目生 走入指挥府 找到了龙丘白青 龙丘白青这边 正凝望着面前 阵法显化而出的地图 庞大的阵法地图上面 清楚地显示着 如今超大型虚空战场 情况如何 原本的大危机已经解除 两个据点 没能成功拿下 对藏武那边的布置 也造成了一定的打击 其中 对方先前派遣大量的主力 朝着中部区域进攻 很显然是打算 周耀荒那边失守后 能够从那边的口子 撕开防线 他们这边调兵潜将 必然要考虑 侧面防线的实力 拉人过去填补 如此一来 正面抗衡对方 主力进攻的力量 定然大减 而且 左边战线 也有非比寻常的动静 恐怕一旦中部 战线压力增大 藏武 就要从左边开始发难了 除此之外 按照龙丘白青的猜测 藏武应该还有 很多备用的计划 只可惜 龙丘白青 看向走进来的苏木生 开口道 接下来 属于我们反攻的机会了 藏武那边 现在恐怕是暴跳如雷 这是一个绝妙的机会 加上有那开天殿 暗中捣乱掺火 他们这一次 本应该是胜券在握 很可惜 碰到了萧公子 这样不讲道理的人 旁边苏木生 也是身以为然的点头 那个小子的变态程度 那是 你不亲眼感受一下 无法体会的恐怖 阵法微动 响彻声音 龙丘白青看了眼 发现是有人求见 通过之后 走进指挥府的人 乃是妖族成员之一 他走进来 朝着龙丘白青 跟苏木生见理 明明情况 长老会的人 即将过来 提前让人过来了 长老会的人来了 龙丘白青脸上 虽然没什么表情 但是口中的语气 明显是要低沉许多 百族联盟的长老会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他清楚得很 旁边的青湖帝苏木生 表情难看 那帮老东西 先前战场开启 让他们出力的时候 一个个装死 如今 忽然跑过来 还派人先行一步 来看看情况 是什么意思 既然派了人 到底是要做什么 前来通传的妖族 表情有些不太自然 先来的人 好像是长老会的后辈长老 说是有长老会的交代 长老会的交代 苏木生冷哼一声 看着对方 既如此 他们人呢 带进来 我倒是要看看 长老会有什么交代 然而 这个妖族的人没动身 表情更加怪异 见到这人不动 苏木生皱着眉头 愣在这做什么 将人带过来 大人 不是我不带人过来 这通传的妖族道 而是来之前 那人就说 让您跟指挥统领出去 听他传话 这名妖族此言一出 苏木生的表情 瞬间是阴冷了下来 让我们出去 听他传话 真是好大的威风啊 我们在这边打伤打死 他们长老会一上来 就要下马威 龙秋白青在旁边道 无须动目 去瞧瞧长老会 到底耍什么花样吧 眼下没时间 跟他们浪费 对他来说 赢下这场大战 才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如此小事 他没心思去计较 但苏木生 却不这么认为 摆了摆手 是以龙秋白青 无须关心 平常 你是晚辈 我是长辈 但如今 你才是战场总指挥 这长老会没权力 也没资格这般羞辱人 你且在这等着 输给你抓人 说完 苏木生是愤怒挥秀 走出了这指挥府 出了这个指挥府 到了外面 他一眼就瞧见 远处半空中 悬浮着一尊座驾 座驾上 端坐着一个阴柔男子 正烹着茶 好不快活 这不是苏副指挥吗 怎么出来的这么晚 我听闻龙秋指挥也在 怎么不见出来听令 阴柔男子面带微笑 看着苏木生 苏木生瞧着对方 痴笑一声 我当时是谁 这么大的口气和威风 原来是你刘崔平 这个老娘们 出口伤人 就是亲胡弟的本事吗 刘崔平也不恼 漫条四里的烹茶 此行是长老会 三大长老齐行 我劝你 还是老实听话才好 你真不会以为 女儿当了盟主 就能为所欲为吧 算了 那龙秋白青 既然不愿意出来 直接说给你听 倒也没问题 此次长老会觉着 这战场久攻不下 僵持了这么久 甚至苏盟主 亲自前来督战 都只是这样的结果 说明苏盟主 龙秋指挥的能力 还是或多或少 有些问题 毕竟年纪轻 经验浅薄 碰到这样的大型战场 难免会吃力 刘崔平一边说 一边慢条思理的倒茶 苏木生表情 阴沉得可怕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只是长老们 觉着这样下去 不是个办法 决定亲自来接管战场 赢过藏武 将这超大型 虚空战场的主动权 牢牢把控在自己手中 刘崔平抿了口茶 望着苏木生举杯示意 至于你们 就可以先回后方休息了 当然念在你们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长老会也不追究 苏盟主的失职之罪 作为补偿 还会提供一些资源 分配给你们妖族 负责防守的虚空战场 如何 哄 苏木生火冒三丈 气得浑身哆嗦 如今 超大型虚空战场 占据上风 局面稳定 就开始过来摘桃子 抢成果了 还是明目张胆 先前大战开启 惨烈无比的时候 一个个装聋作哑 当缩头乌龟 眼下 倒是打得如意好算盘 还说出这样 恶心人的借口 其人太甚 苏木生嘀吼一声 瞬间是冲到了 那座架之上 他拿起那茶壶 猛地就朝着那刘翠平脸上 泼了过去 你们当真是一点脸皮 都不要了 甜不知耻 陡然被泼了一脸茶水 刘翠平都愣了愣 随后阴柔尖酸的声音响起 苏木生 你们是要反了天 要造反吗 刘翠平伸手 抹了把脸上茶水 猛地站起身来 个狠狠地盯着面前苏木生 你在挑衅我 他身为长老会的后辈长老 未来的长老之一 百族联盟中 哪一个见到自己 不是毕恭毕敬 寻手四周 那些势力和种族 对待自己 不都是乖巧得很 面前这苏木生 换作亲胡弟又算什么 真正交手 孰强孰弱 还不一定 趁着长老会内部轻压 侥幸夺得了百族联盟盟主的位置罢了 还真的是尾巴翘上了天 一帮狐狸而已 刘翠平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在这个地方大放厥词 苏木生黑着脸 体内灵气震荡 大道之力浮现 这是战场 下面便是指挥所 你要传话 就得老老实实请示 低着头进去 而不是在这趾高气昂 既然你不老实 我就帮你老实一点 刘翠平被苏木生说的表情一正 下一刻坚声道 要说不老实的该是你们才对 苏木生你胆子 真是越来越大 完全不把长老慧放在眼里 这到底是你的意思 还是你女儿的意思 还是说在你的眼中 百族联盟 不是诸天万界众族的联盟 而是你们苏家 你们九尾亲户的一言堂 恐怕这战场 久战不下 跟你们暗中谋划了 什么有所关系 讲到这 刘翠平指着苏木生 我劝你 还是早早束手就擒 承认错误 将指挥之责卸下 让我代为掌管 还有你女儿 最好赶紧承认错误 将盟主的位置让出 让长老们代劳 并且 你们还要从旁协助 好好努力 发挥出自己的价值 代罪立功 等到战事平定后 说不定还能饶过你们的罪过 刘翠平一边说 脸上更是露出施舍的表情 仿佛在同情他们 图穷笔线 还没几年的功夫 你们就忍不住 懒得装样子了吗 苏木生怒急返笑 听着刘翠平 这毫不掩饰的侮辱言语 浑身微微发抖 百族联盟这些年 早就烂掉了 长老会的长老师未速参 脑子里只想着自己的利益 自己一族的利益 女儿心怀梦想 接下这个烂摊子 靠着自己的努力 将这糜烂的百族联盟 经营好转 这次超大型虚空战场 更是一个完美的契机 能够借助这一场大战 凝聚诸天万戒的力量 更能够树立自己 身为盟主的威信 当力量能够凝结成一股绳 形式就会更加方便 结果 这战事刚刚好转 这帮长老会的长老 就更闻到了心味的猫 寻着就找了过来 张嘴开口这么一说 就趾高气昂地想将成果 尽数收下 当真是想得美 刘崔平瞧着苏木生 被自己气得发抖 嘴角翘起 有些得意 尖酸刻薄的嗓音 再次响起 很火大 有种你动手啊 你这个老变态 真是当我没脾气吗 苏木生这一刻彻底暴怒 青涩糊火点燃空气 虎尾伸展出来 抽打四周 瞬间有着数之不尽的巨木 陡然生长而出 出现在了半空当中 半空中 陡然出现了青木之介 将刘崔平的身影 彻底笼罩其内 浮现出来的巨木之上 更有着青光 明明是坚硬无比的青色巨木 却柔软如长鞭 向前方刘崔平狠狠劈去 咻 咻 咻 面前刘崔平表情微变 体内灵气同样涌动而出 显化大道之力 炽热的烈焰 忽然是萦绕在了 他浑身上下 双手指尖上 覆盖了长长的烈焰尖 在那巨木划破长空 朝着他的方向 轰来的时候 舞动双手 烈焰指尖蕴含的大道之力 跟巨木上的青光碰撞 那是大道之力的交锋和纠缠 烈焰不断烧灼 想要将那青色光芒泯灭 但青色大道之力光芒 却有着蓬勃生机 不断生长复原 纵然是化作灰烬 依旧能够从中 生长出碧绿色的绿芽印记 野火烧不尽 巨木沉重的冲击力 接二连三地撞在刘崔平方向 上下左右的巨木之柱 接连不断地横穿过来 交错着 转眼间 化作了青色光芒覆盖的巨木之牢 将刘崔平 那有些瘦弱的身影 彻底疯困当中 而不远处的苏木生 双手陡然交错 那巨木青光绽放 其身后 展开的虎尾上 青光仿佛是点燃 映照着他瞳孔中的青光 展开的双手 陡然钻紧 青木之关 巨木之牢发出 咔嚓作响 而苏木生周围的一团 团青色狐火 飞向了前方 打在了那木棺的表面 留下印记 这一刻 苏木生双手 又是再度挤压 猛然一合 送葬 刷刷刷 一根根青木之枪浮现 就仿佛是一根根巨大的木钉 从四面八方刺向那 悬浮着的青木之关 顺着那上面鸣刻的印记 死死地定了进去 哇 微微震震的声音 也随之响起 那鸣刻在青木之关上面的印记 在那青木之枪钉死进去 也是化作青色的阵法纹路 笼罩其上 随着阵法浮现 凝聚而成的力量 也加持在了青木之枪上 不断朝着里面挤压 只是随着时间推移 那朝着里面 移动挤压的青木之枪 速度开始放缓 最后 仿佛是感受到了 强烈的阻力 无法再刺入其中 滚开 间隙的嗓音 忽然从青木之关内浮现 表面开始浮现出裂缝 还有焦黑的痕迹 并且有着刺眼的火光透露出来 轰隆 伴随着剧烈的轰鸣声响起 炽热烈焰的火环爆开 碎木爆开 一连串的火环接连不断浮现 以正中央狼狈的刘崔平为核心 缓缓旋转 被反正力道壮中的苏木生 眉头皱紧闷哼一声 凝望着前方刘崔平 他有些意外 这家伙什么时候 有如此力量 你远怒我了 衣衫有些破烂 被木屑刺入皮肉 显得狼狈不堪的刘崔平 恶狠狠地开口 他眉心之上 有着一团燃烧的烈焰火光 不仅如此 其掌心之上 还有着一枚大印 印上浮现出极为恐怖的气息 震慑苏木生 他更是从上面 感受到了一个熟悉的气息 这死变态 哪里弄来的宝贝 而显得有些狼狈的刘崔平 已经大喊 人黄山何印 震 人黄山何印 苏木生瞧着对方凝聚灵气 祭出掌中的印记 有些意外 这家伙 居然有这等底牌 而对面 模样狼狈的刘崔平 表情十分猙獰 愤恨不已地盯着苏木生 简直太丢脸 没想到 这个苏木生出去一趟 不知道为何 实力居然大劲 如果刘崔平知道 前段时间苏木生 在地狱到底是过着 什么样的日子 肯定会惊掉下巴 每时每刻 都在一个灵气纯净 浓郁到极致的环境当中 单单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就能够让苏木生的一些暗集 引记得到恢复 吃的东西呢 都是蕴藏着极强天地灵气 有着浓郁血气的食材 平常交流 修炼心得的时候 这边是昔日的万道龙地 那边是曾经声名显赫的 大炎帝本尊 何止是受益匪浅 苏木生过去 修行上的不解 都得到了解释 偶尔 跟着那个怪物小子 练练拳 打打架子 对身体都有一些帮助 有些许提升 单单是喝的酒 都不知道是用多少宝药 天才地宝 配合地酿造而成 这也是为何 苏木生当初在地狱 死活赖着不想走 开玩笑 这么好的条件 这么好的环境 走了干什么 当然 刘翠平不知道 苏木生那段时间 日子有多么滋润 如今的他 只想借助自己的底牌 一招将对方打入深渊 打入地底当中 不见阳光 当刘翠平的思绪 飞舞的时候 他掌心当中 悬浮着的山河印 同样是闪烁着光芒 低溜溜旋转 下一刻 便化作了一方山河 那山河图画影像 就真的 好像是一方世界 朝着苏木生的身上 镇压下来 动 沉闷的声音动静 浮现出来 苏木生的身形 都是一致 仿佛真正地被镇压一样 苏木生努力调动灵气 引动大道之力 却依旧是被那印镇的死死 青虎府的山河印 苏木生仔细感受 仿佛明白过来 抬头望着那悬浮大印 执掌着山河印的刘翠平 脸上同样露出 得意表情 大方苏木生 不错 就是当初你们青虎府的山河印 仁皇 仁帝 仁尊 三位仁族极强者 为何仁皇为尊 不仅是仁皇实力最强 更是他人 黄黄庭管辖的疆域辽阔 这下种族也多 数量不菲 曾经的妖族 也是黄庭管辖 也设立妖帝之位 而不管是哪族 各地疆土 都是打造过 仁皇山河印作镇 这印也是府印 专门压制坐监犯科之辈 避免各地出现混乱 效果显著 意义非凡 他们青帝胡族 九尾青虎一脉 曾经也是仁皇皇庭的一部分 刘崔平手中的人 黄山河印 就是当初他们青虎府的人 黄山河印 他们一族的第一任大帝 青帝执掌的府印 里面有着对方的血脉 对于自己来说 甚至对女儿来说 都有着不俗的压制力 如此物件 居然是流落到了 刘崔平手中 这个长老会后 被长老手中 显然 这长老会 是早有准备 针对他们一族 说不定长老会的手中 还有其他 对付他们的底牌 看样子 他们早就有各种各样的心思 也有了准备 只是暗藏不发 苏木商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 模样狼狈的刘崔平 得意洋洋地望着苏木生的方向 晃动着手中的大印 而他也是调动体内灵气 大道之力浮现的时候 指尖的烈焰之爪 也是浮现 目光闪烁着胸光 刘崔平目光 停留在苏木生的脸上 竟然敢让我如此狼狈肮脏 我要在你的脸上 划伤一道道的痕迹 让你好好清楚一下 得罪我的后果 哈哈 伴随着刘崔平猖狂的笑容响起 他手中人黄山合印上 光芒再次大作 你该不会以为 区区一个人黄山合印 就能够拿下我了吧 苏木生的声音 突兀地响起 刘崔平轻笑着摇头 看着对面的苏木生 到了这个时候 还要嘴硬吗 真是可爱 我倒是要看看待会 你到底还能不能够 像现在这样嘴硬 苏木生扯了扯嘴角 从自己的储物 灵气当中 直接取出遗物来 所以说 你这个死变态 真的让人犯恶心啊 苏木生一边咆哮 一边将手中之物 以特定的手法 投掷了出去 苏木生突如其来的举动 自然是吸引了面前 刘崔平目光 他不知道 都被镇压了 这苏木生 还有什么手段反抗 可他看清楚 投掷来的东西 瞳孔收缩 不可置信 惊呼出声 人黄印 哼 还是红色品质 伴随着苏木生的喊声 那人黄印 已经砸到了 那人黄山 河印之上 山河印 不过是一方府印 哪里能够跟人黄印硬碰硬 更别提当初把九言欢 子弟尊赠予人黄印的时候 给的还是最好品质的一枚 咔擦 两印相撞 用人黄印独有的 寄出手法寄出 轰击出去的微能不减 而清脆碎裂声响起 那刘崔平衣仗的底牌 人黄山河印被印生生撞得粉碎 区区抚印 哪里能抵得上人黄印 撞碎了山河印 人黄印更是余微不减 保持着可怕的微能 笔直地朝前飞去 撞在了刘崔平胸口 动 刘崔平被这一印状的胸膛塌陷 口吐鲜血 如铜断了线的风筝 摇摇摆摆地跌落在地上 可嗨嗨 刘崔平激烈咳嗽着 他想不通 为什么苏木生会人黄印 有了人黄印 便算了 对方身为妖族 人族都不适 凭什么能够驱动 苏木生凌空落下 瞧着地上的刘崔平 伸手一抓 人黄印便是落到了手中 面露凶光 抓起大印 就罩着刘崔平脑袋上猛砸 山河印是吧 抓我脸是吧 你个死变态 老是盯着我是吧 咋不死你 指挥府内 龙秋白青还在研究战术 外面战斗的动静 他感受到了 并不担心 去了一趟地狱 苏叔叔手里是有些底牌 实力更是精进 长老会的人 拿不下他 哒哒 脚步声响起 龙秋白青转头 就瞧见苏木生 提着一个猪头丢在了地上 这是谁 龙秋白青面无表情 问道 苏木生一脸嫌弃地甩了甩手 刘崔平 龙秋白青 他的脸上 罕见地出现了厌恶的表情 往后挪了两步 能够让龙秋白青都露出这样的表情 可见这刘崔平 到底是有多么的恶心人了 对于这个刘崔平 龙秋白青 的确是不太待见 苏梦里也找过油头 针对过他几次 挽救了几个 被他看中的年轻厚生 倒是没想到 这次长老会来传话的人 居然是他 看样子 这次长老会的野心不小 胃口很大 缓过神来 龙秋白青 凝望着被丢在地上 打成这副模样的刘崔平 对方好歹是后辈长老 未来的长老会成员之一 长老会中 也分派系 其中反对苏梦里 那个女人的派系中 这个家伙 就像是一个代言人 需要出面的事情 差不多都甩在了 这个家伙身上 往日跟长老会的争锋 往往这个家伙出现 就代表着长老会势在必行 何止是胃口很大 当真是不要脸了 旁边苏木生 将先前在外面 这刘崔平跟他说的话 与龙秋白青讲明 听到苏木生口中的话 龙秋白青眯了眯双眼 弥男出声 摘一桃子 地上的刘崔平 艰难地抬起头来 那肿胀的 跟猪头一样的脸 嘴巴如动 灵气晃动 居然是能清楚地讲出话来 龙秋白青 你们好大的胆子 我代表长老会 前来传递话 居然是将我打成这个样子 等到长老们 亲自来到 没你们好果子吃 龙秋白青瞅着 刘崔平凄惨的模样 还是挺意外的 他朝着苏木生看去 输 你是拿什么打的 人黄印 不得不说 子弟遵教的使用办法 还真是挺顺手的 苏木生随意道 指着这个家伙 他还有人黄山合印 只怕长老会 暗中针对我们 准备了不少东西 龙秋白青并不觉得意外 长老会 针对他们很正常 只是 没想到他们 居然能找到 当初的人黄山合印 这种东西 在黄庭解散之后 早就已经流落在外 找寻不到了 显然长老会在这方面 下了大力气 大功夫 只不过 龙秋白青 有一点想不明白 他望着刘崔平 长老会的长老 何时抵达 何时抵达 也就这几日的功夫了 并且还有百族联盟的大军 刘崔平尖酸的嗓音 这一刻 是拔高了好几度 好像在他口中 提及的大军 在他提高声音之后 更加能够给他一种安全感 到时候 好让你们仔细看看 长老会率军厮杀 到底是什么样子 不像你们 还拖拖踏踏 到了现在都没能够 拿下战局 真不知道 你们这些十日 在战场上 到底是在搞什么东西 能够向诸天 万界交代吗 放心吧 这次大战之后 你们一个都逃不掉 百族联盟盟主的位置 也该换人坐一坐了 你们大战失利 而长老会 却是力挽狂澜 你看联盟当中 再次选择盟主的时候 大家会投给谁呢 刘崔平的话 让苏木生咬牙切齿 猛的一脚 踹在了对方身上 再来多少次 也都会是我女儿 当选盟主 大家可不是傻子 这些年百族联盟如何 都瞧得清楚 苏木生一脚 踏在刘崔平身上 呵斥出声 被踩着的刘崔平 却依旧是 捏着嗓子喊叫 当初若非是你们 钻了空子 利用妖族至尊的名头 让妖族内部 诸族选择苏梦里 这盟主的位置 凭什么拿得到 一些小恩小惠 你以为 还能像过去一样 迷惑人心 更何况 盟主的位置 也得有人坐不设吗 刘崔平讲到这个地方 语气也是阴侧侧的 被打得只剩一条缝的双眼里 浮现出一抹 阴狠的目光 你什么意思 苏木生 陡然攥紧手 凝视着对方 旁边 龙丘白青 也是开口 不太对劲 如果摘桃子的话 来得太早了 来得太早了 苏木生 瞧着龙丘白青 皱了皱眉头 他仔细想了想 对方这话 也立刻反应过来 仔细想来 正是如此 糟了 如果长老会想要摘桃子 何必现在来 等到战事 差不多有了结果 在最后关头的时候 过来夺权 那不是更好 如今 只是占据上风 大盛的希望很大 却并不稳妥 战场局面瞬息万变 可能如今 有着天大的胜算 但下一瞬 就急转直下 统练 不好了 这时 又有人过来 这人 乃是圣龙族 跟着他进来的人 还有几个妖族 气息不凡 从他们身上的铠甲 还有弥漫的铁血气息来看 分明是九经沙场之辈 而且在军中地位不低 龙丘白青 他们都是各个据点的镇守将军 也是指挥 这时候 怎么齐齐过来 他心中疑惑的时候 这些将军纷纷开口 述说来到这里的原因 长老慧 动用了联盟令 接管了右边 和中部防线的一部分 尽管他们没有行军令 将士们也不太乐意 听从他们的号令 唯一的问题 就是各地据点的阵法 全力运转 形成防御屏障 进出不得了 龙丘白青仿佛明白过来 挥手换出战术地图 指着上面 你们标注一下 阵法全力开启 封锁的区域在啊 随着这些过来将军的点名 被封锁的地界 清晰展现在 龙丘白青面前 他明白过来 旁边苏木生也瞧清楚了 这阵法开启封锁 属于放弃 最外面一层的几个重要据点 失去了先机 以这几个据点 为跳板进攻的计划 只怕无法执行了 最重要一点 把池源出去的苏梦里 还有磐石妖黄等人 都是隔绝在了外面 无法返回 苏木生 你要知道 如果人没了 还怎么继续当盟主呢 地上的刘崔平 瞧着战术地图上 浮现出的画面 放肆地笑了起来 好像我们的苏盟主 又因为担忧族人 前去池源了吧 也不知道 你们有多久没收到消息了 哈哈 那几个将军 也是面露大便 他们是知道苏盟主前去 池源磐石 邀黄周要慌了 难道 他们几个慌忙 看向龙丘白青和苏木生 却发现两人无动于衷 表情没有丝毫慌乱 反而 正用一种古怪的目光 望着地上的刘崔平 就好像 看着一个傻子 其他几个将军 瞧着龙丘白青和苏木生 依旧无动于衷 忍不住着急起来 都什么时候了 火烧眉毛 还站在原地不动 统领 瞧着刘崔平的话 恐怕真有对付盟主的阴谋 其中 一名妖族将军 十分急切开口 他伸手指着战术地图 慌张得很 长老会的人 忽然派遣人过来 下达联盟令 强行调动这些战线的阵法 恐怕真的是 要将盟主堵在外面 不错 苏盟主已经持援 磐石腰黄了 原本我们都觉得没什么 可这么看来 只怕 这几名将军 都是焦虑得很 不断朝着龙丘白青 和苏木生树说 而倒在地上的刘崔平 则是微微抖着身子 好像十分的得意 来不及了 就算你们现在 反应过来 又能如何呢 你们布置据点的阵法材料 本身都是来自于 百族联盟 内部的仓库中 一些阵盘内部 明刻一些内部阵法禁止 难道是 很难的事情吗 在阵盘的内部当中 将联盟令的权限 提升到最高 也是合情合理的吧 更何况 如今藏武的攻势凶猛 等到长老们 过来接手战线 肯定是要严加防守 找机会反攻 不能够随意地 将防线放开 况且 苏盟主这么厉害 在前线战场奋勇杀敌 那是他应该做的事情 也是他充当表率的好机会 这也是长老会的 诸多长老们的良苦用心 也是给盟主一个 展示自己的机会啊 刘崔平叙叨叨个不停 语气当中的 幸灾乐祸众人 都听得清楚 在场的几个将军的表情 立刻是阴沉了下来 卑鄙无耻 这长老会 真是不加掩饰 明摆着要将苏孟里给害死 难怪长老会在这个时候 提前就过来了 不是为了摘桃子 而是要除掉他 龙丘白清明悟过来 瞧着地上的刘崔平 看样子你们长老会 跟藏武那边 有勾结 还是开天殿的使徒 倒在地上的刘崔平 听着龙丘白清开口 瞧着对方淡定的表情 感觉情况不太对劲 他扭过头来 发现苏孟生的表情 也十分淡定 按道理 听到自己描述苏孟里的处境 苏孟生这个做父亲的 应当十分焦急 只怕都迫不及待 要冲出去才是 可为何 用一种怜悯的表情 望着自己 你那边听到了吗 龙丘白清这时候 忽然伸出手 拿出一枚传讯玉 传讯玉上 闪烁着微末的光芒 不久 有灵气涌动 浮现出一个模糊的身影 那边传来在场众人 都十分熟悉的声音 听到了 长老会的那帮老东西 还真是打得一手 好如意算盘 只是不知道 他们勾结的人 到底是谁 苏孟里的声音响起 倒在地上的刘崔平 听得苏孟里 声音很意外 没道理 按照计划 按照时间 他应该是遭受围攻 疲惫不堪才对 为什么有时间 用传讯玉 跟龙丘白青传递话语 听着声音状态 好像还很轻松的样子 如今 防线被封锁 让萧公子 带你们回来吧 龙丘白青开口 向苏孟里提出建议 这话 让在场几名将军 有些意外 萧公子 什么人 瞧着龙丘白青的话来看 好像很倚重 如今那边 战线阵法 已经开启 被联盟令控制 彻底封锁 龙丘白青口中的萧公子 难道有本事 带着苏盟主 强行突破阵法吗 躺在地上的刘崔平 也搞不懂 这龙丘白青 未免也太自大了吧 难道他自己不知道 战线据点的阵法 封锁强度有多少吗 就这么轻描淡写 得来一句 让人带着回来 你当回自家呢 这事 只怕有点麻烦 苏孟里的声音 从对面传递过来 萧香公这位能人啊 不知道怎么的 就不见了呢 也不知道 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连自己手下的人都不管了 不吭不响的 他一直是这么经历四射吗 龙丘白青 沉默了片刻 缓缓道 先前刘崔平说话 我跟你连接传讯玉 萧公子听到没有 为何这么问 苏孟里不解 龙丘白青开口 他若是听见了 只怕会直接跑去 百足联盟的长老会 说不定你回去之后 联盟就已经改天换地了 苏孟里那边很久 没声音传来 伴想厚道 并未听见 他早就没了踪迹 龙丘白青轻轻点头 看着地上 有些茫然的刘崔平 既如此 他恐怕是又怀疑 谁在害他 心中觉着害怕 却成奸除恶了 看样子 大战要不了多久 就要结束了 如今 你那边的安全问题 能保证吗 若是这个时候 有敌方大军过来 该怎么办 面对龙丘白青的担心 苏孟里反倒是倾笑起来 没关系 如今武林军 大将军血质 已经成了肖香公麾下 戴罪立功的罪人 他手下这百万武林军大军 暂时是听我们的号令 加上这武林军本 就是精锐 藏武那边 若是打过来 仗着据点 一时扮回他们想要 拿下我们 几乎不可能 寂静 指挥府大殿中 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那几个将军统领 纷纷是瞪大着双眼 瞧着龙丘白青手中传讯玉 不敢相信自己耳朵 没听错吧 这真的是苏盟主 盟主什么时候 喜欢胡说八道啊 苏木生倒是揉了揉额头 这变态小子 总是做一些别开生面的事情 倒是龙丘白青没什么表情 一脸的淡定 那就好 小白青你 怎么这么淡定啊 苏梦里问道 龙丘白青淡淡回答 地狱中赎罪的藏武一族 随处可见 早就习惯了 值得大惊小怪吗 整个战局 还是拜托你那边了 这边无需担心 苏梦里最后说明 长老会的长老 你们提防 别急着起冲突 龙丘白青 放心 事情轻重我还是知道的 随后 两人是切断了传讯玉的传讯 龙丘白青更是偏过头来 朝着地上的刘崔平 瞧了过去 表情淡漠 很遗憾 你们的计划 似乎朝着不可预知的方向偏离了 而且 你们计划 还牵扯到了萧公子 讲到这 倒在地上的刘崔平 瞧着面前龙丘白青 向自己露出怜悯的表情 并且微微低头 这是干嘛 等等 他再给自己 不仅是龙丘白青 对自己的表情 他更恍惚 先前听到的内容 什么叫做藏武的大军 听从他的号令了 什么时候 藏武的武林军 成了戴罪立功的罪人 还有 他口中的这个萧公子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来头 为何从他的口中听起来 这个人 好像生猛的有点过分 怎么他们的计划 牵扯到了这个人 就要给自己默哀了 最让刘崔平 感到恐惧的一点 便是从刚才龙丘白青 和苏梦里的对话之道 计划 居然失败了 他们的计划 是一环扣一环 最关键的一环 就是引苏梦里 出手救援被困妖族 为了计划成功 他们甚至 提前制定了很多个环节 甚至提前想过 万一苏梦里 以大局为重 并没有跟以前一样 前去持援 总是会有各种妖族 接连不断地出事 总是会有办法 逼迫他出手的 结果 失败了 看样子 你这个小脑瓜子里 有很多的疑惑啊 苏木生在旁边 瞧着刘崔平 纳成了一对戏风的小眼睛里 充满了疑惑 半蹲下来 伸出手轻轻敲了敲他的脑袋瓜 放心吧 过段时间 定然是让你看看好戏 说完 苏木生朝着两旁 众人下令 带下去 将他好好关押看管 带着迷茫眼神的刘崔平 就这么被默默地拖了下去 瞧着刘崔平被拖走 苏木生转过头 瞧着龙秋白青 正盯着战术地图 想什么呢 我在思考 萧公子忽然不见 去了哪里 龙秋白青回答 苏木生寻思了一下 猜测到 他会不会是去了藏武那边呢 应当不是 如果去了藏武 对方定然会遭受重创 龙秋白青摇头 瞧着面前战术地图上 显现的战线状况 可如今 藏武大军已经陈列战线前 严阵一带 如果藏武后方遭受重创 大军定然回援 如今按兵不动 说明 藏武那边并没遭受到 来自萧公子的毁灭打击 龙秋白青言语之间 十分笃定 按照他的理解 萧天一旦出手 那就是瞬息之间的事情 以其速度和力量 不过转眼之间 便能将敌人抹杀 眼下没动静 只怕萧天没去找藏武的麻烦 那回去哪里了 超大型虚空战场 中央处 一道身影 划破黑暗 没多久的功夫 就已经抵达了这里 就是这个位置 没错吗 萧天立在半空 左右看去 心中询问 按照雪氏宗族那边提供的情报 根据推演测算 就在此处附近区域 系统旺财的声音 在萧天的脑海中浮现 紧跟着 那粉发黑丝女仆娘 就已经带着系统界面 跳了出来 浮现在萧天的眼前 此处超大型虚空战场的立体图像 浮现而出 呈现在萧天面前 并且当中 划分出一个区域 此区域划分而出 代表着推测的范围 这里 就是当初 雪氏宗族雪华醇 雪原灭 还有雪庄醒他们 曾经去过的遗迹范围 萧天停留原地 开始解放自己的感官限制 聆听 并且朝着左右看去 他的目光 横跨着空间 朝着四周左右 纷纷瞧去 这一看 能够见到远处 一处地界上 有许多的藏武一族 在他们布置的据点后方 有着一个戒关通道 连接着某处 右看 能见到藏林这边据点的所在 更发现了 龙丘白青的身影 也瞧见了 更远处的通道口 好像有几只大一点的蚂蚁 带着一批大军 进入其中 嗯 萧天忽然发现 自己视线 在某一块区域的时候 受到了一些限制 仔细一看 发现那块区域 空间在扭曲 里面仿佛 有着一个加层 萧天身形一动 很快靠近过去 伸手轻轻这么一抹 吃了 那扭曲的空间帷幕 被萧天随手拉扯开 破碎后 浮现出一个空间的窝口 目光透过窝口 朝着里面看去 清楚见到 灰白实质的洞窟 里面流露着 神秘的气息 这就是当初雪氏宗族 他们几个 找到了遗迹 开天殿的诱饵 镇守狱中 定毛的所在 居然是被人动用手段 遮掩潜藏 里面肯定是有秘密 也有见不得人的东西 萧天呢喃出声 眯着双眼 好啊 果然是让我猜到了 只怕那开天殿的人 就潜藏在当中 秘密谋划着 什么阴谋诡计 只怕都跟我有着 莫大的关系 还好我谨慎 心思敏捷 让我察觉到了 萧天口中念叨着 便是走入这个窝口当中 穿过窝口 萧天凝视前方 洞口出入之地 按下决心 不能够打草惊蛇 避免激动了这里面的人 必须得前行进去 好探听对方 到底有什么打算 正所谓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只有了解敌人情报和目的 进行下一步行动 方才能够稳妥 想到这 萧天陡然爆发速度 瞬间冲到了洞口区域 还不等镇守洞口的 十个开天殿成员 以及五名暗哨 反应过来 就发现面前 有着鬼面面具闪烁 然后口鼻被对方用手捂住 腹部遭受重击 进到席卷浑身 生机开始流逝 离开自己的身体 眨眼之间 十五名守在洞口的开天殿成员 就彻底死去 而萧天看着四周满地的尸体 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 潜入成功 真是令我自己都惊叹得记 搞不懂当初那些杀手协会的人 怎么想的 如此精妙绝伦的前行术 居然死都不承认 居然还说我在侮辱他们 什么跟我不共戴天 真是脑子有毛病 萧天朝着洞窟当中走去 背负双手 闲停信步 瞧着四周左右 按照当初他们得到的情报 面前这个洞窟区域 秘境所在 乃是上古遗迹 也是古老的镇守域 定毛的区域 还的确很有岁月的痕迹 上面古朴的气息 我能够感受到 萧天背负双手 暗自点头 他深吸口气 眯着双眼 继续向前 阴谋的味道 呢喃出声 萧天顺着面前 这个洞窟的涌道 继续向前 伴随着他不断深入 能够清楚感受到 前方灵气 在逐渐提升 愈加浓郁起来 不止如此 伴随着自己前行 他还能感受到 四周天地之间的空间 好像更加稳固 能够修行之后 感知四周的环境 好像要更加方便轻松了 萧天说着 发现前方忽然出现了光亮 视线开阔起来 离开涌道后 面前的场景 是豁然开朗 那是一片 崭新的天地 给萧天的感觉 就好像眼前忽然出现的 是一方洞天世界般 里面山川河流 应有尽有 宛若新世界 古老的巨木 徘徊在这连绵山上 郁郁葱葱 时不时 更加能够看到 一些彪悍的凶兽 在这山林之内 冒出踪迹来 奇怪了 这个遗迹内 怎么跟雪妆醒 他们秒回的 不太一样 背负双手 站在这片山崖上 萧天眺望着远方 觉着有些奇怪 他本以为 自己找到的地方 应该是当初定谋 被找到的古老遗迹 从入口的位置来看 好像是没走错 怎么进来后 却不太一样 不仅如此 感觉不太对劲啊 萧天摸着下巴 打量着面前 这些深山丛林 他总觉得不太对 格格不入 更感觉这面前的空间 好像正在被排斥 但是有一股力量 强行将这片空间 定死在了这个地方 有了这个力量 才成功地 让这片天地 能够稳固地存在 没有崩塌 感觉的源头 好像在前方 萧天再次感受 彻底确认 纵身朝着前方冲去 萧天速度 没有爆发很快 在半空中飞行的时候 还饶有兴趣 有一些闲心情 朝着下方望去 当他横跨下方 这连绵密林的时候 发现这山林当中 有着不少的古老建筑 只是 这些建筑 都已经坍塌 不过是残垣断壁 建筑的风格 很特殊 萧天没有见过 并且这些坍塌的建筑 里面都是有着金属骨架 在阳光下 绽放着光芒 是的 这小天地当中 高空上甚至还悬浮着 一颗大日炎星 炽热的气息 从那上面不断地传递出来 照亮着这片大地 渺无人烟 残破的村庄 随着时间推移 横跨的距离越来越大 萧天更加能够看到 一些荒芜的城池 镇子 横跨着大河的 巍峨金属锯桥 也是破碎锻炼 残破的部分 更是刺入河道 冒了个头 承受着河水冲刷 最吸引萧天目光的一点 便是这一方洞天世界的大地 有着一道道的裂口 处于高空 萧天瞧着 就好像是细小的裂缝 但它落下的时候 却能够见到 这大地上的裂缝 就是一个个万丈深渊 朝着这个深渊对面看去 会发现 间距极远 给萧天的感觉 就好像这个洞天世界的地面 曾经破碎过一样 甚为的奇特 站在这裂缝的边缘 萧天凝望着黑暗的深渊 沉思片刻 脚下轻轻一点 便是跳到了 这深邃裂缝的中央 随后 双手背负身后 任由自身坠落下去 转眼间 身形便是被这个黑暗 给没入 萧天没进行任何的控制 任由身躯自由落体 呼啸不休的风 从自己的身侧掠过 而它也是朝着下方 在不断地坠落 拉扯的力道 也在不断地浮现 不断地拽着萧天的身子 秀 突兀的 萧天浑身一松 便是落入了 一片光亮的区域 仔细一看 它发现自己 来到了黑暗区域 怎么又回到了 黑暗虚空的环境重了 难道又出去了 萧天疑惑 朝着四周看去的时候 愣了一下 星空 这一刻 呈现在它面前的 赫然是一片星空渠 不远处 有着大日延星 静静地燃烧着 在其四周 有着一颗颗的星辰 环绕着它 不断运转着 只是 萧天发现 这远处的星辰之上 浮现着裂纹 仿佛是被震得裂开了一样 目力流转 它仔细朝着前方 凝视过去 更发现了不对劲的情况 远处那星辰之上 赫然是有着生灵生存 有城池 有城镇 更是有着一个个的种族 有人族 也有其他类似于人形的种族 并且它们的特征 都是一个 金属纹络 开天殿成员 那明显的特征 但这些明显有 残缺破损的星辰上 这些生存的生灵 不像开天殿的成员一样 属于是什么战士 而是普普通通的 寻常百姓般 在过着生活 在过着日子 萧天回过头 再次看向身后出来的区域 它身形速度迸发 退后之后 发现自己离开的区域 赫然是一颗星辰的中央 自己是从这星球的核心区域 飞了出来 至于为何 只因面前这颗星辰 只剩下了半颗 另一边已经彻底的破碎 化作一块块 庞大的碎石 还萦绕在四周 在那半颗星辰的地表 却被空间波动 朦胧遮掩 跟别的地方连接着 显然 这片星空自成天地 以这个星辰为连接点 跟藏林开启的超大型 虚空战场 彼此连通 萧天转过身来 再次爆发速度 冲向了那残破的星辰之上 浑身仿佛飞火流星 坠入那星辰上 来到了那偌大的城池之内 建筑风格 跟先前那山林中的 城池废墟 一模一样 这些身上 有着金属纹路的生灵 在城池当中 来来往往 有的人在闲逛 仿佛是在散心散步 也有的人 是在购买着东西 挑挑选选 更有人彼此 在交谈着 述说着往日的内容 但 唯一的问题 就是这些走来走去的人 都是固定死板 来来回回 反反复复 那购买东西的人 在他们面前的摊位上 根本就没有东西 空无一物 而交谈的人们 只见到他们嘴巴在动 却没有声音发出来 没有表情 没有神光 偌大的城池 到处都是身影 都在生活 但他们 却都已经死了 萧天行 走在这个活着的死城中 观察着这些行尸走肉 这些人 此刻在他的眼中 就仿佛是活着的傀儡 走来走去 或许是因为这些人 体质特殊 或者说 他们本身肉身 就较为的强大 故而身体 并没有腐化 闲来无聊 萧天倒是 饶有兴致地观察着 发现他们只是 半个时辰 进行一个循环 周而复始地 做着同一件事情 可能 这件事情 就是他们生前的经历 看了会后 萧天纵身离开 去了其他的城池村镇 瞧了瞧 发现这星辰之上的 其他地界 情况跟这个地方 一般无二 没什么区别 如果硬要说 有什么区别 大概就是循环的时间 不太一样吧 走了几圈 萧天好奇地 碰了个行走的男人 只是当萧天 碰到对方的时候 这人碰的一声 就是倒在了地上 一动不动 而等到新的循环时间到来 等到萧天碰到 他倒地时间 他才爬起来 继续循环 这里有着天地 规则之力覆盖 维持着这些活死人的运转 之所以这么描述 因为他们 的确是死去的人 只是被天地规则 强行保住 定在这个循环中 萧天背负双手 瞧着这个处处 透露着诡异的城池 随后是纵身离开 离开这个破碎的星辰 萧天在这个星空当中 到处闲逛 去了几个星辰之上 来来往往 在这个星空许久 他发现 这里的星辰 并非每一个 都有着这样 活死人的状况 有的星辰 就好像是 先前他横跨的山林一样 只剩下了残存的城池村镇 坍塌倒下的建筑 被那茂密的丛林 和古墓覆盖 有着一个个凶猛的野兽生灵 在当中流窜 这一点 倒是让萧天觉得好玩 因为这些凶猛野兽生灵 倒是活生生的 除了好玩 也好吃 这味道 真是绝了 仅仅是 撒一点特质的调料 味道居然就这么棒 萧天坐在一处篝火前 手里 还拿着一根大烤肉 酥脆的外皮 还滴着黄金般的油脂 那上面残留的温度 还在烤制着 撒在上面的香料 滋滋作响 一口咬下 咔嚓声响起 那焦脆的瘦皮破碎 香料伴随着油脂 在嘴里爆开 这鲜袭来的脆硬口感之下 就是柔嫩的瘦肉 而里面的肉脂 也是蹦践 在萧天口腔中冲刷 爽 萧天忍不住大声叫好 真是没想到 这出来追凶 找迫害自己的幕后黑手 居然还发现 这样的美味 他眼中都忍不住绽放着金光 这里的野兽 在这个地方 困在这个诡异的天地当中 不见天日 岂不是爆天天物 糟蹋好东西 浪费啊 萧天就见不得这种事情 他心中立刻就寻思估摸着 该怎么将这个地方的 凶兽猛禽带走 若是能够带回地狱内 好好养殖 只怕是不逊色于 青年养殖场 现在的招牌啊 原本还想着 需要赎罪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却缺少很多的岗位 他们不能够辛勤的劳作 我也很痛心 这代表着他们距离 偿还罪孽的道路 是越来越远 眼下这活 不就来了吗 萧天一拍大腿 大声叫好 这些猛情凶兽 本身身躯体质 就较为的强悍 肯定是十分难搞 正好那帮家伙 跟着自己习武之后 实力提升 体力大增 用来干这种苦活累活 那是再好不过 就在萧天叫好的时候 耳边忽然是传来了破空声 休 休 休 一道道身影 接二连三地落在了萧天的四周 这些人都是披着铠甲 肌肤上有着金属纹路 面色阴沉地望着萧天 开天殿的成员 看样子 凶手找到了 这批开天殿的成员当中 其中一人皱着眉头 凝视着面前的萧天 换岗的时候 入口的守卫被杀 就是你做的吗 这种问题 不需要问了 根据此人身上的灵气波动气息来看 很明显是藏灵混沌宇宙的生灵 小心些 此人能够将阵守在入口的金锐杀死 显然实力强横 起码是混沌通用境界二十六阶以上的实力 节阵 动手 这些开天殿的成员 你一言我一语 说完之后 直接爆发灵气 浑身上下金属纹路 闪烁光芒 哇 天地震动 大到规则之力出现 营绕在了他们身上 彼此身上闪烁着的金属光芒 交相呼应 瞬间化作了大阵 笼罩在了萧天身上 光芒大作 天地大到规则之力 瞬间是化作了锁链 捆覆在了萧天的双手双脚上 这时候 萧天体内的气息也是浮现 一阶 练体阵 怎么回事 瞧着萧天身上浮现出来的境界气息 众人面面相去 仿佛是活剑鬼一样 一阶 混沌通用境界的一阶实力 搞错了吧 如此境界 怎么可能 塔而皇之地杀进来 原本 被捆覆着的萧天 还在打量着这个大阵 感知着这个 天地规则之力 若有所思 可听到这开天殿成员的话 立刻面色一变 胡说八道 我明明是前行进来 怎么到了口中 叫做塔而皇之杀进来 萧天很不满 盯着对方 这开天殿成员 瞧着萧天盯着自己 倒也是不怕 他痴笑一声 望着眼前这个 阶下球嘲讽道 前行 就你动手的痕迹 这么明显 并且还是正面搏杀 也能叫前行 你的实力是很强 能够正面 将镇守入口的精锐们诛杀 但如今 落入我们阵法之内 在我们的地盘 就别想着 翻什么花浪了 莽夫 哄 萧天脑子瞬间是炸开了 一些不好的回忆 也是立刻浮现出来 他这一刻 气得浑身发抖 瞪着对方 你 侮辱我 对于萧天来说 你可以说 我的记忆不够精湛 甚至说他是 杀手榜的吊车尾 萧天也无所谓 在他的认知当中 这些事情都能够经过时间的验证 迟早 他都可以证明自己 对自己有一时的误会 萧天能理解 也不怪他 但是 他绝对不能容忍 别人叫他是莽夫 在萧天的印象当中 只有那个倒数第二 追求肉身极致的朋友 方才算是莽夫 对方 才叫做真的莽 仗着身体强悍 恢复能力 堪称逆天的异能 埋头横冲直撞的人 这才是莽夫 也是萧天 一直笑话对方的理由 结果这帮开天殿的混账 居然胆敢 将自己跟那个莽夫 相提并论 看样子 你们还是提前调查过我 知道我自尊心强 想要用这种东西 坏我心境 萧天先是 愤怒了没多久 很快开始深呼吸 调整自己心情 长出口气 表情就已经平静许多 不悲不喜 面对萧天眉头末尾的话 这几个开天殿成员中 实力最强之人 直接道 好了 不要说这些 先拿下对方再说 风阵 伴随着为首的开天殿成员 呼喊出声 其余成员 也是纷纷呼喝出声 大声应道 是 伴随他们 齐声呼啸 其灵气震荡 朝着前方阵法灌注 偌大的阵法屏障之内 流转着金属光泽 气息涌动 捆覆着四肢的天地规则锁链 也同样绽放出金属光泽 力道镇压 如同天地降临 而这金属的光泽 也是逐渐凝实起来 仿佛是要将面前的人 彻底封装 封印 萧天惊怒交加 不断地晃着身子 拼命地想要挣脱 气息更是迸发 一阶炼体径的波动浮现 血气涌动之下 展现出它 强大肉身气息 然而 不管萧天挣扎得多么剧烈 他都没有办法 摆脱捆住自己的锁链 不过 在他剧烈挣扎下 那疯困的阵法 也是剧烈晃动 天地规则形成的锁链 更是哗哗作响 时不时地绷紧 好像要困不住萧天一样 这么低微的境界 却有着 如此恐怖的肉身力量 这家伙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首的成员 忍不住惊呼 旁边 他的同伴咬紧牙关 不行 这样下去 他会挣脱出来的 点燃爆发 强行封印 将他带回去 给店主 这为首之人 咬了咬牙 眼中浮现出狠利之色 旁边 这几个成员 听得他的话 都是面露恶然之色 点燃爆发 这会不会代价 大了一些 不错 根基一旦损伤了 想要恢复就难了 面对挥下成员的话 这为首之人白手 笑话 一点损伤而已 一旦将此人捉拿回去 就是天大的功劳 店主一旦赏赐 损伤的根基 不是转眼之间 就能填补回来了吗 目光短浅 而这时 风阵中的萧天 更是咬牙切齿 目自尽烈 有种你就放了我 正面打来 这种暗算 疯困我算什么本事 我劝你快快放了我 一旦将我抓回去 后悔的是你们 胆小如鼠 难道正面 给我搏杀的胆量 都没有吗 既然是开天店成员 应当有开天的豪气 怎么这般懦弱必战 这金属光泽下的风阵当中 萧天接连不断地喊着 威胁着对方 郭噪 再封 那围首成员 低贺一声 浑身上下 仿佛是被金属覆盖 化作了一个金属人 而下一刻 浑身也是变成橘红色 达到了一个 极高温度的状态 随后 他们身上的金属 融化出了一部分 朝着前方 风阵当中灌注过去 而风阵当中的 被这融化金属 灌注之后 开始攀爬到了 萧天的身上 要将它彻底地封死其中 啊 好痛啊 哎呀 萧天大声惨叫着 可惜 却无法阻止 那金属液体 覆盖身体之上 最后冷却凝固 化作了一个金属的雕塑 而随着那阵 法金属屏障 逐渐拼合 阴影也是笼罩在了 萧天的身上 一个金属圆球 就浮现在这些 开天殿成员面前 风阵成形 这几个开天殿成员 也是松了口气 那围首之人 也是从金属人的状态恢复 遍布身躯的金属也是收敛回去 回到了金属纹路内 总算是将这人封住 好大的力气 反抗之时都差点没扛住 这围首之人 长出口气 朝着左右看去 不愧是将阵守出入口的 进入诛杀之人 果然了得 此人肉身强大的过分 就算是在藏灵混沌宇宙中 也算是极为特殊存在 咱们将它速速带回 且不说它本身特殊 单单是完成任务 就是一笔功劳 听到自己投发话 其余成员 也是面露喜色 店主发话 要找到元凶 这么多队伍 最后是他们完成任务 并且活捉回去 的确是大功劳 如果这人才藏灵地位不低的话 只怕是工上加工 大丰收 一想到这里 大家也是迫不及待 跟着头一同 以灵气牵引着风阵 凌空而去 嗯 牵引后 半空中 靠近风阵金属圆球的一个成员 奇怪地看向风阵 盯了半想 他忽然朝着左右问道 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 奇怪的声音 没有啊 你听错了吧 就是 这名成员想了想 难道自己真的听错了吗 不管了 他摇了摇头 继续专心赶路 而他们 却根本不知道 风阵的金属圆球中 原本被金属封死的 萧天身上 破碎的金属 速速落下 他在里面抖了抖身子 随手抛出几块灵矿 灵矿本身的光芒 照亮了里面 而他也是取出 先前烤好的瘦肉 还有一些桌椅 摆上 提前准备好的青眼女地酒 一边喝一边吃 一边晃悠着腿 这片星空 萧天懒得着了 只是稍微演演戏 就有人 替自己拉车带路 主动帮他 潜入敌人的大本营 而这也是 萧天的前行术之一 叫做 蛊惑人心 以巧妙的方式 诱骗敌人抓走自己 帮助自己 进入敌人的腹底 想起这个就来窃 萧天有些懊恼 自己这前行术 提交给杀手协会的时候 居然被当做了反面教材 还擅自改了个名字 这片隐藏的星空当中 正有着一个又一个队伍 巡视着四周 每当他们 抵达一个星辰后 就会调动这星辰上 遗留的阵法 探查情况 根据阵法的情况 他们就能轻而易举地断定 有没有人侵入 他们都是收到了任务 有人杀了 入口守卫精锐 恐怕实力很强 故而都在搜寻 一旦发现 就要上报 嗯 星空中 各个队伍都是取出一块金属令牌 仔细感应其中内容 面露恶然之色 找到了 闯入之人已经被抓走了 怎么做到的 等一下 抓到的人是齐文欢他们 倒也难怪 他们实力的确很强 这家伙是怕被截活了功劳吗 居然到了之后才传讯 害我们白找了这么久 店中有传讯了 齐文欢他们是点燃爆发 才拿下了敌人 点燃爆发 倒是舍得 看样子这闯入之人不简单 上交有大功劳啊 而众人纷纷议论的时候 他们口中 捉拿住肖天的齐文欢队伍 已经来到了 星空中右方的一处区域 抵达这片区域后 前方大日严心绽放光芒 都有些不同 更加刺眼 那环绕着的星辰 都是完好无损 根本看不到什么裂痕 而齐文欢 则是带着金属球 很快是来到了 一个星辰的上方 接近后 浓郁灵气 就已经扑面而来 深入他们的体内 缓解着他们 刚才点燃爆发的伤势 只是他们靠近没多久 远处半空一处 悬浮的堡垒中 飞出一个金属巨兽 这浑身散发着 金属光泽的巨兽 一双如通红灯笼的眼 盯着齐文欢他们 合适靠近主电 随着巨兽问话出现 其身上明文闪烁光芒 蕴含着恐怖威能 一旦齐文欢他们回答的内容 但凡有一点不对 就会以雷霆之威 将他们泯灭 对此 齐文欢也不恼 知道特殊情况 如今要求得很严格 他取出金属玉牌 灌注灵气 便有字词画像浮现 呈现半空当中 齐文欢开口解释 大人 这是我们的任务通报 这里面 疯困的是 任务要求的目标 这是我们施展点燃 爆发之后 才好不容易捉来 此事已经上报给店主 他正在等着我们 前去覆灭 金属巨兽看了下任务描述 又瞧着面前 齐文欢等人 发现他们果然 如同自己所说 本源有亏损 正是施展点燃 爆发的表现 确定无误 这才点头放行 既如此 就快些进去吧 得到金属巨兽放行 齐文欢他们 这才快速前行 进入那星辰之中 只是纵然 得到巨兽首肯 他们进入星辰的时候 还免不了层层盘查 查得这么严 金属球内 萧天的双眼 根本无视 这金属风筝的影响 能够清楚看到外面 这里层层把关 戒备森严 哪怕是齐文欢他们这种 提前报备 甚至是通知店主了 都还要层层盘查 如果不是自己巧用妙计 施展这蛊惑人心的 潜行秘术 贸然找到这个地方 恐怕是没办法 不动声色的潜行入内 只能隔空一拳 打得这星辰爆裂 毁尸灭迹方 能掩盖自己的行踪 就刚才那看门金属巨兽 都是有着27阶长合径的实力 属于大一点的蚂蚁了 此地盘 不简单 应该就是这开天殿 在这个地方的老巢 还真是轻轻松松 就进入其中了 如此精尿绝伦的前行术 也只有我能施展出来 舒舒服服 待在风阵内的萧天 心中经不住感慨起来 什么叫做高处不胜寒 曾经 那帮杀手协会的人 估摸着是太弱 无法理解 自己的武道吧 随着齐文欢 带着自己继续深入 萧天发现对方 带着自己去的地方 又有特殊 那是一处浮空的空间 里面有着一些 古老的建筑 残破的陆地 这些地方 看上去就比较顺眼 和熟悉多了 萧天眯着双眼 凝视着那悬浮的空间区域 这里面的建筑风格 还有空间内 弥漫的味道 明显就是藏林的风格 相较于 其他地方的格格不入 眼前这片区域 才算得上入眼 而萧天仔细在瞧 便能够见到 这地方的戒备更森严 一层层都是浑身 有金属纹路的存在 气息也是不俗 尤其让萧天在意的一点 便是这片空间正中央 悬浮着一个大印 大印绽放着七彩光芒 朦朦胧胧 而在这大印的上空 则是有着一块碑 这碑体金属色泽 不断震战 有着强大的天地 规则之力涌动 伴随规则之力浮现 就有沙伐气息出现 朝着那大印中 灌注进去 每一次沙伐气息 灌注进入这个大印当中 就有七彩光芒 显化而出 化作一个晴天巨柱 东 这七彩的晴天巨柱 出现的一瞬间 就会被上方的碑体内 天地规则之力凶猛 锤打一次 被锤打的七彩巨柱 就会蹦见出彩色的流光 仿佛是五颜六色的绚丽火花 五彩缤纷的火花 朝着四面八方散去 飘散到了远处的空间当中 萧天的目光 随着这些火花的方向望去 在其眼中 能瞧见这些火光 让这空间再更加的稳固 稳固的 不是这一个星辰 或者是一方区域 而是整个星空 动 动 动 一声声地撞击 接连不断地响起 萧天瞧着那越来越靠近的前方 表情逐渐淡漠 目光也是有些冰冷 种种线索跟痕迹 也是逐渐摆在了萧天的面前 为什么 那碑体当中的天地规则 不怕自己 为什么自己吃了后 那么舒服 美味 为什么是陌生的修行体系 为什么对方要说 混沌通用境界 为什么他们 对藏灵的称呼 为藏灵混沌宇宙 又为什么潜藏 暗中捣乱 许久不露面 如今才显露出来 破碎的星辰 奇怪 却偏向于完整的星空 一切 显而易见 开天电 这是要重开一片天吗 萧天身子略微往前倾 双肘抵在膝盖上 凝望着那 悬浮半空中的悲涕 开天电 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异世界的来客 齐文欢带着风筝的金属球 前行的时候 也忍不住抬头看了眼 那偶尔浮现的七彩巨主 望向那七彩巨主的时候 他的眼中 时不时会浮现出 狂热和崇拜的表情 不过 他也很快是避让开来 毕竟那边 是货真价实的禁区 一旦他靠近后 不需要别人出手 单单是 那撞击的天地规则之力 还有那蹦剑的七彩火花 就足够将他的身躯 彻底泯灭 绕过那片区域之后 齐文欢抵达下方 那边是有着一处宫殿 为了的殿堂 通体都是金属打造而成 偏向灰色的金属殿堂 在上方七彩光芒照耀下 显得有着别样美感 齐文欢他们 落在了金属殿堂前方后 就已经是有人出来 引领着他们进入殿堂内部 到了殿堂中 齐文欢便是瞧见殿堂中 已经是有人在等待着了 抵达殿堂中央 他们是散去了 自己控制的灵气 任由那风阵形成的金属球 缓缓地落在地面上 一个个都是单膝跪地 朝着前方行礼 殿堂 正前方 那背负双手的男人 也是缓缓转身过来 他浑身肌肤苍白 头上没有头发 却是有着奇怪的纹路 遍布着头顶 仿佛是一个个皱褶的沟壑 甚为奇特 其是人形 不过却是有着四个手臂 浑身弥漫的金属纹路 也是跟齐文欢他们不太相同 通体为金色 眉心当中 更是有着一个金属圆形纹路 而他正是这个地方的店主 谷翼 诶 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喊我店主 谷翼脸上是带着微笑 朝着面前的这帮人 挥了挥手 让他们不要胡言乱语乱说话 终究说起来 我不过是一个分店主罢了 然而 面对谷翼的话 这齐文欢他们 却是笑了起来 但是您却是我们的店主啊 哈哈 行吧 随便你们了 谷翼摇了摇头 一脸无奈的样子 但如果仔细看 就能够发现对方 嘴角轻轻翘起来的样子 很显然 在他的内心当中 并不是像表面上 那么不以为然 这个就是你们抓来的凶兽吗 谷翼走了下来 到了齐文欢他们的身边 他的眼中流露出好奇之色 任务发布之后 齐文欢他们能这么早地完成 出乎他的意料 按道理 凶手杀了振手出入口的精锐后 应该是会潜藏自己的身形 按兵不动 对方既然是耗费了这么大的代价 潜入进来的话 应该是不好找 结果 自己任务发布出去没多久 居然就被捉到了 看样子 你们是耗费了不小的代价吧 真是辛苦你们了 故意瞧着齐文欢他们 念叨出声宽慰着 面对店主的关心询问 齐文欢他们是目光坚定 纷纷摇头 不辛苦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好 如今的开天店啊 就是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啊 听到他们的回答 齐文欢是满意之极 不住点头 他的目光 随之也是朝着面前的金属风阵看去 轻轻抚摸着 叹了口气 你们也知道 如今我们开天店是压力很大 特别是准备了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到了出事的时候 每一步计划都是要严格进行 不能出一点点的差错 尤其是我们这个分店 要看守定谋 掠夺藏林的世界之柱 重中之重啊 古义背负着手 一边开口 一边向齐文欢他们 叙叙叨叨着 齐文欢他们也是跟在古义的身后 绕着这金属风阵转着 聆听着对方的话 默默地点头 但不知道为什么 心中却是有一丝丝的不太妙 对于你们的这种精神 我是很赞扬的 不过齐文欢啊 我还是有一点要批评下你 古义说着 转身瞧着齐文欢 先前任务发布呢 只不过 让你去找到凶手 有了踪迹就要通报 你为何如此莽撞 带着手下的人付出点燃爆发的代价 捉拿此人呢 太拼命了 要知道 你还是有孩子的人 怎么能这么莽撞 瞧瞧你们 损伤本源了吧 代价太大了 让我瞧着 也是心疼妖 所以还是不要待在这个地方了 快去领取了任务奖励 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今后 我们还有不少 要忙碌的地方呢 古义的话 让齐文欢都是愣了一下 跟在他身后的队员 也是有些恍惚 现在就去领取任务奖励 开什么玩笑 他们是不惜点燃爆发 将人活捉回来了 按道理 功劳应该提升加倍 给更多的奖励才是 怎么能够按照原来 寻找情报的奖励 来结算呢 店主 您看我们这次 是将这人活捉回来 更是损耗了本源 是不是在奖励上面 能够提升一些些 这边 齐文欢脸上 是堆着笑容 小声地问道 古义再次转过身 一脸震惊地看着齐文欢 提升奖励 难道这次任务的奖励 不够丰厚了吗 齐文欢 你这就不对了 如今开天店困难 家乡困苦 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你也不是不清楚 店中的资源 也是有限的 你们都是开天店的一份子 也是大家庭的一份子 为自己家多付出一点 难道不行吗 对自己的大家庭 还要去斤斤计较吗 你这个想法 很严重很危险 面对着古义的连连发难 齐文话是瞪了瞪眼 显然是不可置信 可是店主 这个人很特殊 很不一样的 他明明境界很弱 但是肉身力量 却强横 这 齐文话话 还没说完 就被古义 再次严厉打断 古义的表情十分严肃 凝视着面前的齐文欢 就这么一点小情况 也值得大惊小怪吗 我们的肉身 难道就不强横吗 好了 我看你也累了 赶紧回去休息吧 明天你们还要继续执行 寻手的任务 说完 古义便是挥了挥手 脸上都是有些不快 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年纪轻轻的 就得多努力 这边 面对古义的驱逐 齐文欢是攥紧了双拳 而他身后的同伴 也是个个咬牙切齿 抿着嘴 却也是无可奈何 只能够跟着齐文欢离开 悲愤 憋屈 店外 一群人是聚集在 齐文欢的身边 朝着他看去 头 现在怎么办 这个古义 恐怕是要 将我们的功劳吞掉 齐文欢眯着双眼 忍不住攥紧了手 吞掉 有队员惊呼 但很快是被旁边的人 捂住了嘴 齐文欢点头 回头看了眼那殿堂当中 不错 按照规矩 提升奖励的话 对方是会修改任务内容 但他非得让我们 现在去领取奖励 就按照现在完成的任务内容 就是不愿意修改任务内容 这样完成之后 我们的记录就是发现敌人 但是他只要将那怪人上交之后 种种发现 都会成为他的功劳 齐文欢的话 让他们都是面面相去 愤恨不已 该死 这种卑劣的手段 他们其实也听过 但是没想到 这个古义身为分店主 居然也这么不要脸 齐文欢懊恼不已 他揉着额头道 我为了防止其他的队伍 争抢我们的功劳 所以提前将细节 跟古义说明 没想到 反而抢功劳的人是他 不过他不仁 也别怪我不义了 见到齐文欢这般说 其余队员都纷纷好奇 朝着他方向看去 不知道他这话 是什么意思 瞧着队员们 纷纷望向自己 齐文欢的表情 也是瞬间阴沉下来 那风阵 我是留下了后手的 哪里会让他如意 且过来 说完 齐文欢便是带着身边的队员 朝着旁边的阴影中 靠近了过去 到了这个大殿的阴影区域 齐文欢便是捏着法绝 并且跟着风阵之内开始联系 这个风阵 乃是他们联手构造而成 并且 里面是已经留下了自己的联系 只要愿意的话 能够在这么远的距离 将风阵直接解开 大殿当中 风阵之内 萧天还在悠哉地晃荡着腿 忽然发现边上传来了动静 低头看去 就发现地上自己崩碎的金属碎块 忽然是开始融化了起来 等到这些金属碎块融化之后 风阵里面便是传来了 捉拿自己之人的声音 我等一下 会立刻帮你将风阵解除 趁着机会直接杀出去 切记 在你的风阵外面 有着一个极强者 切莫跟他正面冲突厮杀 直接朝着大殿门口外面冲出去 然后冲入林中 找机会离开 这声音不断地响起 而坐在风阵里面的萧天 则是面露恶然之色 什么意思 对方起内哄了 先前他在里面 倒是听得真真切切 对于那个分店主的行为 倒是十分地不耻 讲道理 或多或少还是有些不要脸了 自己手下耗费这么大的力气 将自己抓了过来 这个家伙 居然连一点奖赏都不愿意给 不过捉拿自己过来的那个家伙 也能算上一个狠人了 竟然是打算将自己直接放出去 想要让自己闹一个天翻地覆 倒也算是一个有血性 有骨气的人 让人高看一眼 加上先前 要捉拿自己的时候 更是直接点燃爆发 不惜损伤自己的根源 爆发出强悍的实力 颇有一种破釜沉舟的气势 还是挺让人欣赏的 萧天都在考虑 要不要给这个人一个机会呢 毕竟对方主动放开自己 也算是一种良心发现 也是一种向善的行为 自己应该给对方一个机会 就在萧天念叨着的时候 大殿之外 一处窗口的位置 齐文欢已经是眯着双眼 凝视着里面 暗中解除了风阵 原本 风阵的外面 故意正绕着那金属锯球转着圈 好奇打量着 感知这里面的动静 结果面前的金属风阵 忽然是开始有所变化 融化起来 风阵 怎么解除了 古意皱着眉头 凝望着面前的风阵 他仿佛是想到了什么 齐文欢 这小子 居然还胆敢不服气 真是有意思 古意嘴角翘起 露出了细血的笑容 对方该不会认为 将面前这个阶下球放出来之后 会给自己造成什么样的麻烦吧 呵 古意的四只手陡然合掌 体内灵气迸发而出 金属的光泽 从地面之上悬浮起来 不仅如此 一根根金属长柱 陡然浮现出 将面前即将融化的金属风阵 一同用金属牢笼 风困在了当中 这金属牢笼的长柱之上 同样是鸣刻着金色的纹路 闪闪发光 威压震慑之力 也是在牢笼中浮现出来 窗口 齐文欢见到这一幕 吃了一惊 怎么可能啊 齐文欢心中咆哮 店主的实力 难道大有精进 这金纹牢笼的风困之阵 哪里有这么快速度 浮现出来的 只怕 自己捉来的这个怪人 在这样的风阵之下 想要突破捣乱 让这骨翼吃点苦头 没有办法了 齐文欢眯着双眼 朝着左右看去 咱们赶紧离开 带着家人逃走 得罪了骨翼这个地方 肯定是待不下去了 如今 这里跟藏灵和藏武的 虚空战场连接 我们有机会离开 等到了外面 是鱼入大海 这骨翼想要找 我们的麻烦 也是没辙的 其他成员 纷纷点头 就在他们要 跟着齐文欢走的时候 忽然有一个成员 指着大殿的里面 忍不住惊呼起来 你看里面 怎么回事 齐文欢听到小弟的话 也是抬头朝着 里面方向看去 当他仔细看清楚 里面的时候 脸上也是露出 恶然之色 他们等人 形成的风阵 已经是消失融化 显露出了里面的情形 那被自己等人 捉拿的怪人消天 暗道理刚刚解开 应该是一个 备战的情况 可为什么却是 端坐在那个地方 面前还摆着桌子 上面有着 各种各样的盘子茶壶 不仅如此 那四周的地面之上 也是有着不少的 骨头垃圾 给人的感觉 好像不是 刚刚从封印当中解除 而是在里面悠悠哉哉 快活地待了很久的时间 奇怪 不是说风阵解除了吗 怎么还有一个 消天朝着左右看去 发现风困着自己的 金色金属牢笼 便是直接站起身来 伸手去抓 外面窗户口 瞧着这一幕的齐文欢 差点是 没直接叫喊出来 找死啊 这个金属牢笼 看上去好像很简单 实际上是 古异地拿手绝火 风阵形成之后 那金文支柱上面 蕴含着恐怖的 雷霆威能 一旦触碰之后 会直接彻底爆发 那恐怖的雷霆 瞬间席卷全身 能够将人 直接垫成积粉 眼前这个怪人 尽管被他们捉拿的时候 已经展现出了 极为恐怖的肉身力道 但在齐文欢看来 一旦肖天触碰了之后 肯定是会被电成了黑色焦炭 难道就没有武器吗 直接用手去抓 岂不是跟找死没什么区别 旁边的成员 更是忍不住嘀咕 这个家伙 是不是脑子不太好啊 不管他的脑袋 是不是好 但是不觉得 眼前这情况 不太对劲吗 就是啊 那些地上的垃圾 到底是哪里来的啊 还有那桌子椅子 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在我这边的感觉 对方好像不是 刚刚解开封印 就在众人 你一言我一语 悄悄说着的时候 殿堂当中的古义 也是吃笑起来 愚蠢 难道杀了入口的 那些精锐守卫 就心性膨胀 自视甚高了吗 就在他念叨着的时候 肖天的手 已经是抓住了 那金纹柱子之上 劈啪 金色的恐怖雷霆 瞬间爆发而出 朝着面前的肖天 浑身上下 席卷了过去 那灿金色的雷霆 就仿佛是金色的雷霆 游走在肖天浑身上下 想要将他的性命 彻底夺走 而肖天整个人 也是沐浴在 这金色的雷霆之下 然而 微能恐怖的金色雷霆 是在肖天的身上 尽情爆发 那雷霆的金色光芒 在整个殿堂当中 照耀四方 映照着面前的古义脸上 都是黄灿灿 但他的眉头 却是轻轻跳动 牵扯到了 他头顶上的皱肘勾壑 古义有些无法理解的 看着面前的情形 他脑子里 只有三个字 为什么 这 大殿外的窗口 齐文欢整个身子 都仿佛是僵硬住了 不可置信地 望着殿堂当中的情形 恐怖未能的雷霆 的确还是继续爆发着 那恐怖的金色雷霆 接连不断地游走 在肖天的身上 但是却没有能够 给对方造成任何的伤害 给人的感觉 就好像 是对方的身上通了电 这时候 肖天也是松开了手 仔细地感受了 一下浑身上下 舒服啊 肖天忍不住感慨出声 然后在众人惊恶的目光当中 再次伸出手来 抓住了那金文支柱上 琵琶 那恐怖的金色雷霆 再次爆发而出 笼罩在了 肖天的浑身上下来 只不过 在金色雷霆光芒当中的肖天 并没有齐文欢 他们想象的那样 被雷霆电成一片交叹 也不如同古义那样 会有什么性命之忧 反而是脸上露出了 享受的表情 哎 你这一招叫什么 很舒服啊 酥酥麻麻 肖天这边念叨着开口 朝着面前的鼓翼吐槽起来 先前 你那些带着我过来的手下 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而这个金属球里面啊 还是太小了 腿脚有些伸展不开 坐在里面 吃吃喝喝的时间久了之后 还是有些身子骨 僵硬的问题 现在倒是好了 你这个招数的雷霆 按摩起来的效果 真是一级棒啊 到底是人家的领头上司 能够将自己属下的问题解决 厉害 肖天一边抓着那金属柱子 享受着 这雷霆的按摩 一边朝着面前的鼓翼 竖起了自己的大拇指 赞赏出声 只是听得肖天的话 面前的鼓翼 还是半想 没有能够回过神来 等到他醒悟过来的时候 面色已经是巨变 面前这个男人 实力恐怕是要比自己想象中 恐怖得多 而且 从对方的话来看 对方被抓过来 好像根本不是齐文欢 述说的那样 对方根本就是 故意被抓过来的 就是为了轻而易举地 来到他们的大本营 齐文欢这个蠢货啊 坑了老子 而窗户口的外面 齐文欢也是瞪大着双眼 不可置信 自己等人 被对方耍了 先前一个成员 也是恍然大悟 忽然开口道 先前我们风阵完成之后 飞上半空当中 我听到了什么破碎的声音 会不会 就是那个时候 他已经脱困了 只是待在外层风阵里面 没有出来 这个成员的话 让齐文欢 陡然瞪了过来 你既然听到了声音 为什么不早说 我说了呀 但是其他人没听到 我以为 是自己听错了 这个队员 可怜兮兮地看着自己头领 开口解释起来 齐文欢咽了口唾沫 继续朝着殿堂当中 看了过去 他忽然感觉 自己好像是 带着一个了不得的家伙 回来了大本营当中了 而且 或许自己解开 风阵的行为 只是多此一举 对方或许根本就不需要自己解开风阵 都能够轻松地从当中脱困 瞧瞧 瞧瞧对方还抓着那柱子 享受着那恐怖雷霆的按摩 这骇人的一幕 让他双腿都是有些发软 这个家伙的肉身到底是有多么的强横 如今甚至都没有一丝灵气浮现 不可能啊 这边 谷义已经是愤怒的咆哮出声 四手合十 陡然是爆发出来 轰隆 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再度浮现 面前的金属风阵牢笼 不断地膨胀扩散 不仅如此 在谷义的身后 更是有着一个悲体的虚影 若隐若现 震风 随着他的咆哮声 天地规则降临 灌注进入了那牢笼当中 谷义不相信 已经灌注了威能的牢笼 还垫不死他 金色的雷霆威能 再度爆发 而他眉心的金属纹路圆盘 也是打开 化作一个雷霆神眼 凝视着霄天 霄天身躯四周 闪耀着金色雷霆的牢笼 再度浮现出 叮 叮 叮 清脆的交击声 接连不断地 在形成的牢笼金属支柱上浮现 那闪耀着的雷霆 就仿佛是金色的刻刀 不断轻轻扣机 在那浮现出来的金属长柱上 而助力在霄天面前的古异 眉心动开的雷霆神眼中 开始有着金色雷光浮现 不仅如此 浑身上下金色的金属纹路上 闪耀光芒 汇聚眉心雷霆神眼之内 噼啪 伴随着雷霆霹雳声音响撤起来 其眉心中 蕴藏的雷霆中 仿佛是有什么东西 正在酝酿 谢 伴随古异的一声咆哮 他陡然抬头 眉心中酝酿的雷霆神光乍现 直冲云霄上 轰碎了上方的殿堂穹顶 穹顶被轰击得粉碎 那金属破开之后 最终是被金色雷霆击中融化 这是雷霆神眼凝聚的神眼雷枪 窗口外 凝望着这一切的奇闻欢 低呼出声 神眼族的看家本领 用雷霆神眼凝聚力量凝聚成兵刃之后 凌空轰击 威能十分的恐怖 而且 这个古异还提前以大风阵 提前将这个男人封死在哪 必须硬抗这次攻击 头 这么看来的话 这个男人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旁边 有成员低声呢喃出声 暗自感慨起来 也有成员跟着点头 尽管先前萧天徒手触摸那风阵 没有被雷霆击伤 毫发无损 但神眼族已经施展自己的绝强杀招 乔古一这个状态 都已经直接借用了开天杯的力量 如此的绝杀 一旦落下的话 面前这个男人恐怕是没有反抗余力 然而 听着身边成员的话 凝望着前方的奇闻欢 却是瞇了瞇自己的双眼 下一刻 他陡然伸出手来 掌心之上的金属纹路 开始浮现出灵气波动来 体内的金属灵气浮现 开始在他掌心上凝聚成一柄飞剑 飞剑绽放着金属光芒 闪耀着特别的光芒 头 你要干啥 旁边的成员 发现自己老大 竟然凝聚灵气冰刃 十分吃惊 然而 面对身边成员的疑问 奇闻欢并没有回答 只是死死地凝视着里面 不过片刻之后 他手中的飞剑 已经开始缓缓旋转 剑身之上的灵气 酝酿之下 仿佛是化作了灵气漩涡 一条路走了就要走到黑 如今我们的处境 已经到了尴尬的地步 不如堵一堵 这边 奇闻欢压着嗓音 朝着身边等人到 继续留在这个地方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前途 我本来以为 家乡遭逢这等大难 如今百废待兴 在这新世界 重新开天 就算是我们这种人 也能够混出点名堂 只要下狠心 下死力气 立了功劳 就能够脱胎换骨 但古一这不要脸的行径 倒是将我彻底地煽醒 破而厚礼 重新开天 跟我们这种人没什么关系 最后到底还是我们累死累活 成了他人嫁衣 奇闻欢的话 让身边的其他成员和同伴 都是面露一色 他们从对方的口中话语 听到了一些危险的气息 好像他是要做什么很危险的事情 头 你要做什么 他身边的几人 有些惊恐地看着奇闻欢 居然将目光 对准了里面的古一 我要做什么 奇闻欢目光凝视 咬着牙 我想要驳一个真正的未来 堵了 说完 奇闻欢陡然咆哮出声 猛然挥手 其手中的金属长剑 瞬间是脱手飞了出去 笔直地撞在了 那风阵的牢笼之上 长剑精准无比的点 在了牢笼上一处节点 爆发之后 居然是将那风阵金属雷霆牢笼 轰得崩解开来 趁着这个时候 先后撤 牢笼解除 奇闻欢更是咆哮出声 朝着萧天挥手 而殿堂当中 萧天回过头来 瞧着抓自己的奇闻欢 居然是出手帮助自己 这 瞧着奇闻欢 看着对方 萧天浑身颤抖 这个世界 果然还有爱 还有希望 瞧瞧这个家伙 竟然是主动弃暗投明 拥抱善良 这是何等的觉悟 对萧天来说 面前这个奇闻欢 可谓是 他来到这个世界以来 犯下过错之人中 觉悟最高之人 奇闻欢 你在做什么 你这是背叛自己的世界 背叛你的族人 那古义 瞧见奇闻欢 居然出手 破解了风阵 愤怒地咆哮起来 奇闻欢面色猙獰 根本不理会古异 只是朝着萧天招手 这等杀招 还要蓄力一段时间 先撤退 不要主动进攻 他周身有开天碑的规则守护 现在撤走 他反而拿你没办法 暂避锋芒 等会回来再收拾他 这边 奇闻欢 已经是带着麾下之人 从窗口跳了进来 他说着的时候 更是伸手去抓萧天 要带着他先行离开 奇闻欢就是在赌 面前这个男人 实力不俗 地位很高 他们带着自己一脉的人 跟着他离开 投靠藏灵 混出一个新名头来 与其在这个地方 被这些狗屁玩意压榨欺骗 还不如反了 而对面的古义 更是目自尽烈 恨不得将这个杂碎生吞活泼 该死啊 先前萧天徒手触碰自己 风阵都没事 的确肉身很强 若是能够活桌上浇出去 研究原因的话 对他们一族来 岂不是有莫大好处 这的确是天大功劳 而且对方实力强悍 还主动来到这开天碑下 自己借助开天碑之力 定然能轻松将其拿下 结果 自己反而是被自己人卖了 被一个卑贱的 只配卖一把子利器的家伙 捣乱的计划 然而 奇闻欢这边用力一扯 却发现根本没扯动 他扭过头来 发现萧天根本没动弹 反而是一脸惊喜地看着自己 随后 奇闻欢的肩膀被萧天抓住 面对着对方炽热的目光 不错 你这种心态和认错的态度 我十分地认可 萧天嘴角翘起 满意地点头 我原谅你了 奇闻欢的嘴角哆嗦着 他好想骂一句 我原谅你信号信号啊 先前明明有机会逃离的 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 跟自己说这样的废话 哄 上方 动静再度爆发 轰鸣声不绝 那金色的神眼雷枪 已经带着开天杯的规则之力 轰然落下 完了 奇闻欢目光呆滞 自己这好像赌错了 把自己赌死了呀 这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啊 朝着哀嚎过后 奇闻欢心中 有些后悔 他本来以为 自己应该赌对了 萧天的实力 身份地位 一旦救下他 带着奇离开之后 跟着混肯定有崭新的未来 才是 结果 谁能都想得到 这家伙脑子 好像有毛病啊 有逃命的机会不用 反而是要拉着自己 在这个地方 胡说八道一些废话 什么叫做原谅我了呀 就算是要说这些 能不能先逃走之后再说 非要在人家的攻击下面 哈哈 奇闻欢啊 你好像做了一件蠢事啊 古翼在那边 瞧着这一幕 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放心吧 你死去之后 我会好好招待 你们一族的 对 伴随古翼的大喝声 开天杯加持之后的神眼雷枪 已经从上方 轰然砸下 神枪落下 四周空间都是被撕裂 枪身落下的痕迹中 隐藏着雷霆微光 光芒虽然微弱 但其中蕴藏的微能 却是惊天动地 奇闻欢面色煞白 知道这次真是栽了 双手更是攥紧 赌输了 不仅是将自己赔进去了 还将身边 相信自己的同伴 一同带向了死亡 甚至 自己这一脉的族群 只怕 不错 这里的确不是说话的地方 萧天的声音 这时候 从奇闻欢的面前响起 他抬起头来 瞧着面前的萧天 正微笑地看着自己 并且抬起了手 哄 神眼雷枪 在他的眼前 轰然落在了 萧天的掌心中 铺天盖地的金色雷霆 就仿佛是金色的潮水 接连不断地 冲刷着他掌心之上 那开天杯加持的 规则之力 也仿佛是千军重锤 接二连三地轰击而来 整个偌大的神眼雷枪 正接连不断地旋转着 力道在一层一层叠加 想要将萧天的手臂贯穿 落在地面 彰显开天之威 雷霆之威 但无论这个神眼雷枪的力道 如何爆发 上面加持的开天杯威能 到底有多么恐怖 却是没有办法 再前进一分一猴 萧天抬起了手掌 就好像 是一个休止的讯号 奇闻欢呆滞地 看着面前的萧天 对方身上 依旧没有浮现出灵气 依旧是肉身 硬扛着神眼雷枪 而跟着旁边 原本以为必死的成员 也纷纷瞪大着双眼 望着上方 近在咫尺的雷枪 如此未能的攻击 以他们的实力 应该是看不清楚 但这一刻 近在咫尺 非但没有感受到 丝毫的威能 反而能够清楚地见到 这开天杯加持的杀招 到底是什么模样 因为 萧天的手指 已经捏了上去 硬生生地 将这落下的神眼雷枪的枪间捏住 制止了雷枪的 飞快旋转 等一下 解决了问题之后 咱们再好好聊聊 萧天朝着齐文欢说完 猛然一甩手臂 那神眼雷枪 就已经被他抽了过去 砰 那前方的骨翼 已经是瞪大着双眼 不可置信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那雷枪的枪杆 就已经是 落在了他的身上 将他狠狠地抽飞了出去 砰 骨翼口喷鲜血 整个人狠狠地撞击在了 大殿的墙壁之上 金属大殿十分地坚固 依旧是被这骨翼身形撞碎 轰飞了出去 但萧天的身形 只是轻轻晃动了一下 手中就已经多出了一个身影 赫然是刚才被他 抽飞出去的骨翼 齐文欢对此 是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什么情况 难道刚才萧天 磨动了位置 速度太快了 他都看不清楚 被打飞出去的骨翼 竟然就这么回来了 到了面前 而被萧天 捏住的神眼雷枪 也是被他轻轻用力 直接捏爆 化作金光 开天杯 萧天说完之后 忽然是抬起头来 望着上方的杯体 向齐文欢问道 如果我将那个玩意打爆 或者弄掉的话 这个星空会崩溃吗 不会 几乎在萧天提问的时候 齐文欢就已经是 下意识回答 与其铿锵有力 洪亮清晰 稳固这片残破星空的是 世界之柱 并非是开天杯 开天杯的存在 只是用来掠夺 世界之柱的力量 让其融入 这片残破星空 不过 您如果对开天杯出手的话 或许会有些危险 面对齐文欢的提醒 萧天道是不以为意 能有什么危险 先前都已经打爆了一个 而且还挺好吃的 说完 萧天便是已经冲天而起 朝着大殿上空 悬浮的陆地方向靠近 在那更上方 就悬浮着开天杯 而萧天离开后 已经被打得昏迷过去的古意 也是被丢在了地上 这边 齐文欢僵硬地站在了原地 瞪大着双眼 不可置信 先前爆掉的那个开天杯 居然是被面前这个男人打爆的 而且 挺好吃这话 是什么意思 等一下 那个开天杯爆了之后 里面蕴藏的天地规则之力 好像是消失不见 没有回归 难道说 先前那个男人吃掉的东西 就是开天杯当中 蕴藏的规则之力不成 头 我有点害怕 这边 齐文欢身边的一个成员 忽然是小声嘀咕了起来 因为他抬头看着上方的时候 发现那高空中 开天杯正在爆发反抗 但那个冲天而起的男人 竟然是将开天杯打得满天乱飞 碎石飞溅 我也害怕 齐文欢咽了口唾沫 哆嗦着回答 尤其是当他看到萧天抱着那开天杯 从天而降 落回地面的时候 更是心中一颤 咔嚓 碎裂的声音响起 落地的萧天 抱着开天杯猛然发力 手臂硬生生 是将开天杯的杯体 拦腰抱断 杯体碎裂的时候 里面蕴藏的天地规则之力 也是流转而出 化作利剑 朝着萧天刺来 但这蕴藏大恐怖力量的 天地规则之力 却是被萧天猛然抓过来 折断了 就往嘴里送 生怕这件飞跑了 嗯 鼓着腮帮子的萧天 仿佛是察觉到了什么 低头一看 就瞧见地上的鼓翼 正惊恐地看着自己 你醒得这么快啊 咔嚓 咔嚓 萧天在咀嚼 清脆的声音 在嘴里不断响起 那鼓起来的腮帮子 不断晃动着 看样子你们 萧天刚说话 就急忙用双手捂住嘴 他发现自己张口讲话 这嘴里的强大天地规则 就找着机会 要跑路 瞧着萧天 跟守财奴一样 捂着嘴 疯狂咀嚼着天地规则 在场的人 都已经被吓得魂飞魄散 尤其是齐文欢 浑身不断颤抖着 他在害怕 在恐惧 当初自己等人 居然对如此存在出手了 还将对方疯困 不 齐文欢眼下 已经彻底反应过来 对方哪里是什么被抓 分明是故意的 单单从他刚才表现的 恐怖战力来看 眼前这个男人 想要抹杀他们 恐怕不过 瞬息之间的事情 另一方面 齐文欢也是在兴奋 赌对了 他竟然赌对了 自己奋起反抗 出手解救面前 这个男人的行为 恐怕会比自己想象中 得到更多 且不说其他 单单是跟随在这样 恐怖的男人旁边 能够得到多少好处 简直不可估量 只是从对方的指尖缝隙里 流露出那么一点点的东西 恐怕就足够 让自己吃得满嘴流油 相较于齐文欢 倒在地上的古意 已经是浑游天外 他苏醒的速度 能够这么快 自然是因为肉身强横 另外也是肖天刚 才抽打的时候 手下留情了 如若不然 肖天的力道 迸发得大一些 近在咫尺的齐文欢 恐怕都要被波及 直接被震死了 拥有如此高深觉悟的家伙 要是就这么死了 太过可惜 咕噜 肖天做出了吞咽的动作 被咀嚼的天地规则 被吞咽进入了腹部当中 做出这一切之后 肖天深吸口气 瞬间调动体内的血气 这次打爆的开天杯 明显强度更强 里面蕴藏的天地规则之力 也更加强横 反抗挣扎的也很激烈 哪怕是吞到了肚子里 也不老实 呼 肖天清吐口气 浊气呼出 随后猛然深吸口气 体内的血液循环加快 肌肤赤红 这一刻 他浑身散发着高温 挣腾着热气 四周的空间 都因为身体提升的温度 而有一丝丝的扭曲 这是过去那个蟒夫 教给自己 利用身体的一个特殊技巧 以自身为熔炉 炼化天地万物 化为己用 天大地大不如自己最大 内外分隔 自成一方 天地轰炉入自身 肉身熔炉 这一刻 肖天的消化能力 攀升到了巅峰 腹中的天地规则之力 已经没办法反抗 这突然提升的消化能力 哼 肖天体内的气息 开始迸发 一阶炼体境的气息 疯狂闪烁而出 浑身上下鸿芒 闪烁个不停 几乎是这一刻 旁边的气温欢 还有倒在地上的骨翼 都差点没将自己的眼珠子 瞪出来 不敢相信自己 感知到的一切 开什么玩笑 这个境界 是认真的吗 通用境界 不管是哪一方混沌宇宙 修炼体系 一阶 都是打基础的境界 有些修炼体系 可能打基础的境界 会更细致 层次更多一些 也有一些 会减略一点 层次会少一点 但从力量波动的序列排位 一般是一层到十二层 其中能够突破规则的序列 九层以上 已经是打破极限 匪夷所思的存在 打破极限 得到十二层 那简直是无敌的基础 横扫铜镜存在 能够算得上是无敌战神 但面前这个男人是怎么回事 明明拥有 这一般堪称无敌的恐怖战力 可境界却是如此低微 仅仅这样就算了 吞噬天地规则之力后 境界层数 是能够这样不断提升的吗 单单从气息感知上来看 他们已经无法探测 萧天身上 刚才弹跳出来的境界 到底有多少层了 树已经暂时数不清楚了 哥 这边 萧天已经是舒舒服服地 打了个宝格 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比上次吃的味道更好 也更加饱肚子 随着他这边开口说话 其身上不断闪烁 跳动的境界气息 也是缓缓地停歇了下来 瞧着这一幕 旁边的奇文欢 鬼使神差的小声提问了一句 您刚才是境界突破了吗 好像提升了很多层小境界 啊 的确是提升了不少 萧天点头 瞧着奇文欢 这开天杯里面的规则 吃了之后还蛮大补的 我现在已经是一阶 练体经四十万层了 说着 萧天陡然握拳 猛然朝着旁边击打过去 动 空间爆裂塌陷 这一拳的全境并没迸发 只是简简单单地 打碎面前一片区域 随着最表层的空间塌陷后 反而最先流露出了 先前超大型虚空战场的气息 之后一层塌陷 浮现出来的契机 则是混沌无序 萧天这一手 直接把奇文欢弄得一哆嗦 惊恐地瞧着 那塌陷的空间边缘 在破碎扩散 这 这要 要碎 奇文欢指着塌陷的地方 有些惊恐地朝着萧天说着 听到奇文欢的话 萧天扭头瞧过去 嗨呀一声 伸手强行去抹 就这么硬生生 将碎裂的区域拼在一起 大惊小怪 有我再不会出事 我就试试力量 萧天乐呵呵地开口 活动着肩膀 眼下 只是万分之一的力量 就有如此的威能 比起过去都不知道强横了多少 算都懒得算了 而且 萧天能够清楚地感受到 他自己现在回去 重新承受 家乡49万的天地规则压力 依旧能够横行四方 尽管超强的天地规则 压制力下 打爆星球这种事情 还做不到 但一拳打爆一座山 还是能轻松搞定的 随着自己实力提升 境界提升 家乡的规则压制 恐怕都要不起作用了 真是有意思 如果回去了 岂不是 就是像家乡 那些古老传说一样 宛若仙神 萧天心中私存着 嘖嘖有声 萧天想着想着 忽然低下头来 望着地上的古翼 古翼这边 也抬头看着萧天 两人对视片刻后 萧天忽然一直点出 碰 齐文欢整个人 又是一哆嗦 咽了口唾沫 瞧着爆开的古翼 他有些愕然地看向萧天 似乎见到齐文欢 神色之间有些不解 萧天露出温和的笑容 这人先前看着我 目光古怪 好似不怀好意 我担心 他有什么阴谋诡计 此等卑鄙之人 留在世上 祸害无穷 为民除害 打死为上 齐文欢先是一愣 随后连忙用双手揉了揉眼睛 再次睁开 目光瞪静 神采纯真 还带有一丝水 汪汪的感觉 这位大人 您说得太对了 旁边 其他的成员 也纷纷是闭口不言 努力睁大着眼睛 保持着目光沉静 一副乖宝宝的模样 没办法 太吓人了呀 眼前这位恐怖存在的想法 怎么感觉好奇怪啊 你们开天店的店主 为何若成这个样子 搞定之后 萧天反而是一脸奇怪地扭过头来 朝着旁边的齐文欢看去 而且很没有骨气 比起你差太远了 瞧瞧你 才跟我接触这么短短的时间 就已经弃暗投明 以善为本 主动出手要救我 尽管没什么用 但是你这种精神 还是值得肯定 得到了我的认可 萧天说完 轻轻拍了拍齐文欢的肩膀 表达了高度的肯定 而这边 面对来自萧天的高度肯定 齐文欢他们都是深吸口气 平住呼吸 尤其是为首的齐文欢 脑子转得飞快 通过萧天的描述 他大概明白 这位大人心中所想 自己因为古异的不公对待 心中带着愤怒 想着一拍两散 赌一赌未来 行为 却是正好符合 这位大人的心思 从齐口中描绘的话语来看 在这位大人看来 心中向善 似乎很重要 只是 齐文欢总感觉什么地方 怪怪的 如此杀伐果断之人 难道真的是那种 心怀善意之人不成 齐文欢准备再赌一手 咬紧牙关道 大人 小人斗胆 请求你出手援助 我这边气暗投名 就与您出手之后 恐怕会牵连 我们的族人 萧天大手一挥 乐呵呵地道 没什么大不了的 到时候我带着你们族人 离开这种地方 过上美好的新生活 不就行了 只不过 到了新的地方 就得靠你们自己 去努力了 你们一族得依靠 自己双手的努力 用自己的汗水 换取自己的新生活 而不是像刚才 被我打死的那个人一样 居然贪没 你们这种手下功劳 来换取自己更好的日子 这种行为 非常的恶心下作 听到萧天的话 齐文欢的眼中 浮现出一丝 欣喜之色 朝着气拱手 多谢大人 能够让我们一族 有一些容身之处 那是再好不过了 只是我们这一脉的人族 人数太多 尽管因为大灾变 锐减了很多人 但也有约摸万亿之数 萧天白手 不以为意 让对方放宽心 不够万亿 这点人还是能够安排下来 到时候 我直接将你们 暂时居住的地方 连带着一起搬走 不就行了 而对面 齐文欢听到 萧天这边说 整个人都有些恍惚 什么叫做 连带着一起搬走 不过 你们也是人族嘛 怎么感觉 跟我印象中的 长得不太一样 萧天这时 又盯着面前 齐文欢 上下打量着 对方身上的金属纹路 看上去就好像是天生 并非是 后天加持上去 面对萧天的询问 齐文欢连忙解释 对于我们这种形态的 种族来说 一般在混沌的 通用说法里 都叫做人族 更有一些人族 浑身都是生长着利刃 外骨骼 但只要是 我们这种形态 都这般统称 听见对方解释 萧天饶有兴趣地 打量着对方 对方言语之间的说法 他觉得很神奇 先前你口中 提及到了通用说法 最开始也说过什么 混沌通用境界 这是什么意思 萧天好奇地询问 让面前的齐文欢说明 大人 您看样子跟藏灵 和藏武的人一样 不太理解 混沌之外的事情 混沌之外 萧天皱了皱眉头 齐文欢点头 解释说明 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是一方混沌宇宙 漂浮在广袤的混沌当中 混沌之内 有着许许多多的 混沌宇宙 我们的家乡 曾经也是一方 混沌宇宙 只不过经历了大灾变 彻底地破碎了 曾经住在我们家乡 混沌宇宙的开天殿 带着残破的宇宙碎片 游荡在混沌当中 寻找着新的混沌宇宙 我们目标就是 在新的混沌宇宙中 重新开天 将原本的宇宙碎片 不知不觉 替代到新的混沌宇宙中 这话一出口 萧天明白开天殿的打算 是什么了 头梁换作 话说回来 你们看得出来 藏灵跟藏武 是怎么回事吗 萧天忽然想到什么 朝着对方看去 齐文欢轻轻摇头 眼中也是 流露出疑惑的神色 其实 我们也不太清楚 藏灵和藏武之间 到底是什么情况 从外部上来看 藏灵和藏武 就是一个整体的混沌宇宙 但从里面来看 却像是两个混沌宇宙 其中藏灵的大道规则 不过三千 但是藏武的大道规则 则是要高许多 甚至比起当初我们的家乡 混沌宇宙全胜之时 也不成多让 讲到这 齐文欢的表情 也是严峻起来 萧天眯了眯双眼 凝视着面前的齐文欢 藏武那边的天地规则之力 有多少道 你们家乡又有多少 他询问这个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想要对比一下 跟自己家乡 49万道的天地规则相比 这帮人的家乡 到底有多强 从齐文欢口中 述说的内容来看 既然能够称得上是高许多 起码得有个五六千 或者九千吧 而这时 在萧天询问过后 齐文欢也是面色严峻地回答 如今藏武的天地规则 足足有3674道 曾经我们的家乡 则是有3721道天地规则 讲到这个地方 齐文欢的语气中 还有一丝丝的小骄傲 小字豪 萧天就这 区区三千多 也能够叫做很多 到底还是 自家家乡厉害啊 萧天眉头抖了抖 心中忍不住感慨 眼前 当真是诠释了什么叫做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走 先去看看 世界之柱是什么东西 萧天说着 朝着齐文欢招了招手 直接冲天而起 萧天发话 齐文欢自然是听从 老老实实地跟在他后面 升空而起 上空 开天碑已经是崩碎 镇守的守卫 当然已经彻底被镇死 只剩下那显化而出的七彩光柱 注立在半空当中 下方 镇守应还在缓缓旋转着 上面鸣刻着古老的纹路 当萧天悬浮高空中 来到那世界之柱面前 能感受到 里面蕴藏的天地规则 仔细凝视 能够感受到 里面澎湃的力量 但这种力量 却并非是给人强大破坏力的那种 而是一种稳重 根基的感觉 不过 这所谓的世界之柱力量 明显是从下方的镇守应内部调动出来 只不过 是临时显现 呈现出这个模样 萧天瞧着面前的 世界之柱 七彩绚丽的模样 心中 好奇之下 陡然是伸出手来 旁边 跟着过来的齐文欢等人 就这么眼睁睁地 瞧着萧天拿过显化的 世界之柱力量 双手不过微微用力 就将那七彩巨柱 一点点揉捏成团 曾经有过经验 萧天并没胡伦吞澡般咽下 而是伸出手 撕扯出一丝 放入嘴里 呸 萧天吐了出来 皱着眉头 怎么还是这样的难吃 一点味道都没有 这是为什么 我吞吃 你们家乡的天地规则之力 那是美味得很 怎么这藏灵的天地规则 吃了就胃同嚼辣 旁边齐文欢眨了眨眼 结结巴巴回答 大人 您问的这个问题 就接触到了小人的知识盲区 各种原因 我也不太清楚啊 旁边跟着齐文欢的小弟 也是跟着点头 毕竟 他们谁也没见过 哪个人实力强悍 牙口还这么好 将这天地规则之力 当成盘中餐 吃着香 说起来 这世界之柱 又是什么东西 你们掠夺其中的力量 有什么道理吗 萧天晃了晃手中 彩色色泽的球体 朝着齐文欢询问 先前我感知了一下 这个世界之柱的力量 被你们开天杯烘碎之后 融入天地内 能够将四周的空间都稳固 萧天发问 齐文欢自然马上回答 世界之柱 只能算是一种说法 这等力量 算是一方混沌宇宙的根基 也能够称之为之柱 这是承载一方 混沌宇宙底层的力量 用来稳固空间 按道理 这种力量 应该是游离在 整个混沌宇宙之内 想要搜集的话 十分的困难 只是藏灵这边 不知道为什么 作为支柱的根基力量 却是显现了出来 融入了这个阵手印之内 齐文欢的目光移转 朝着这个阵手印的方向 望了过去 开天殿 暗中调查了很久 知道了大阵的存在 也知道了阵手域空间 定谋所在 九大阵手域 九大定谋 都蕴藏着稳固 混沌宇宙的力量 故而被我们喊作世界之柱 毕竟我们的世界已经崩碎 空间本身是极为不稳固 大人 您来到这片星空 应该是看得很清楚 我们需要世界之柱的力量 稳固我们生存的家乡 并且需要杀伐之力 去挖解阵手印的保护 故而我们开天殿 都是在暗中行动 让藏灵和藏武彼此之间 相互征战厮杀 在暗中收集杀伐之力 破解阵手印上的保护 伴随着齐文欢的述说 萧天才算是明白 开天殿隐藏 会帮助藏武 只因为藏灵如今 是镇守不出 以守为主 只要藏灵不胡来 不给藏武机会的话 对方想要成功杀入过来 很难 开天殿不愿意 这样的情况出现 只能够暗中捣乱 帮助藏武 一步步地侵蚀藏灵 成功开战 也就是说 你们这一方世界的家伙 你们开天殿 来到藏灵这边的时间 也不算太早 你们对于当初 藏灵和藏武之间的事情 也不清楚 齐文欢点头 向萧天说明 我们到来的时候 藏灵和藏武之间的 世界障壁 就已经出现了 其实藏灵和藏武 这诸天万界中 被世界障壁包裹的情况 也十分的罕见 让我们吃惊 也正是在研究 这个奇特的现象 才让我们知道 稳固混沌宇宙的力量 已经显化出来 在镇守印中 根据猜测 镇守印中的世界之柱 存在的意义 就是稳固世界 稳固隔绝藏灵 和藏武的 世界大阵之用 只是 也不知道藏灵当初 是出现了什么样的大人物 居然有这么大的手笔和能力 构造出这样的大阵 将藏灵和藏武 彼此之间隔绝 齐文欢讲到这里 神色之间 依旧满是震撼 语气当中 充满了佩服 毕竟 对于他们 开天殿的存在来说 能够展开 这样的世界障壁 简直匪夷所思 萧天 则是眯着双眼 若有所思 按照他了解的情报 展开这样世界障壁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 已知情报当中 时不时出现的 那个银发女人 那个自己曾经雨夜中 搭救自己的存在 这片星空 就是你们 开天殿的大本营吗 萧天一边问 一边将手中的彩色球体 硬生生地 给塞回震手印 之后将震手印 收入系统空间之内 齐文欢摇了摇头 朝着萧天解释 并非如此 我们的混沌宇宙 当初崩裂 开天殿的各个分店主 借助残存的 天地规则之力帮助 带着残破的家乡碎片 游荡混沌 对于我们这种 普通族人来说 并不清楚具体有多少分店 萧天皱着眉头 所以 你其他分店的位置 也不知道 是的 大人 齐文欢点头 脸上露出忏愧的神色 我只是 开天殿分店中 一个行动队伍的队长 职位并不高 权限有限 那么 你们这个分店中 什么人才能知道 其他分店的位置 萧天开口玩道 拍了拍齐文欢的肩膀 我也没什么别的意思 只是想着你们 开天殿的人族 肯定过得很苦 你这一脉的族人 因为我可以脱离苦海 但是其他的人族呢 所以我们得找到 其他的开天殿 粉碎着罪恶首脑 击溃着黑幕 将它们兜挽救出来 萧天的话 在齐文欢的耳中 那是阵龙发聩 让他仿佛是醒悟过来 大人 您说的有道理 但问题是 如今这分店中 只有分店主知道 其他分店的位置 齐文欢有些可惜地 看着萧天 但是你把他击毙了 萧天 造孽啊 瞧瞧这些东西 就这么远远地看着 我都能够感受到 其中肮脏的气息 瞧着里面自成空间的 小洞天世界 感慨莫名 这个小型的洞天世界当中 灵气浓郁 资源丰富 各种各样的好宝贝 都是绽放着宝光 亮的萧天 一时之间都被迷了眼 要知道 这开天殿分店 借助开天碑当中 蕴藏的天地规则之力 经营使徒 颁布任务 不知道搜刮了多少资源 大多数都是 储存在这个地方 赃款 都是赃款啊 萧天指着这宝库当中 朝着旁边齐文欢道 你们开天殿 当真是不厚道 用低廉的代价 从使徒手中收来资源 再用高昂的代价 卖个其他使徒 太黑心了 必须要全部收缴 萧天说着 一挥手 便是将面前 洞天小世界当中的 诸多资源 尽数收拢 进入了系统空间之内 旁边的齐文欢 瞧见萧天的动作之熟练 速度之快 便是明白这等事情 对方恐怕不是第一次干了 熟门熟路 加上对方口中提及的话 更是让齐文欢额头冒汗 无法反驳 不过说起来 你们这宝库当中 资源储存的 还真是够丰富的 居然都不怎么动 萧天将东西 全部收入系统空间中后 立刻就知道了其中价值 价值之高昂 让他感到意外 如此资源 胡乱花销 咋给如今的地域去发展 只怕都能够挥霍数十年 随便花随便用啊 这其中蕴藏的价格 可谓是惊人 当然 这是因为这库藏的资源 更多都是用在 开天电视图经营上面 奇闻欢在旁 说明缘由 若是其中的资源 使用的太多了 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完美的循环 萧天撇了撇嘴 其中问题关键 他算是听明白了 从头到尾 试图完成任务的奖励 从开天电兑换的援助 都是藏灵自己的东西呗 开天电唯一需要付出的东西 就是他们本身的修行体系 而这个东西 对他们来说 却是最不值钱的玩意 而且 他们开天电 传授的修行体系 本身也是最为低端 最简单的一种不值一提 走吧 去你们族人生活的地方看看 萧天说着 便是朝着旁边的 奇闻欢开口 你来负责指路 我带着你们过去 说完 萧天便是将自己的立场 笼罩在了奇闻欢他们身上 奇闻欢他们 很快感知到这无形力量 笼罩周身 还不等反应过来 就被萧天带着冲天而起 大人 您且朝这边 奇闻欢很快缓过神来 朝着自己族人家 相方向指去 而萧天这边 则是领着奇闻欢他们一同 朝着其指引的所在 靠近过去 顺着奇指引方向 萧天飞了一段时间后 发现对方指引的方向 比较偏僻 并且蕴藏的天地灵气 似乎也愈加地稀薄 甚至于路过的大日言星上 蕴藏的能量 也要微弱不少 照耀而出的光芒 也暗淡些许 由此可见 这奇闻欢他们族人生存的地方 似乎也不太好 萧大人 就在前面不远处了 奇闻欢解释 当他刚刚说完后 瞧见前方情形 面色便是有所变化 奇闻欢都能看到前方不对劲 萧天哪里没看出来 正前方的一颗 大日言星四周 有着许多星辰在环绕飞行 而这个星系的外面 则是有着一些金属战舰 正悬停在那星系的上方 金属战舰的模样 有些特殊 看上去就好像 是一个三角的尖锥 头 光金族的家伙 又过来打秋风了 旁边 有成员恶狠狠地开口 言语之间 带着愤痕之意 奇闻欢也是眯着双眼 攥紧了手 都这个时候了 这帮疯子 还是老样子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大局为重 边上 萧天倒是一头雾水 什么意思 难道你们的混沌宇宙 都裂开了 这等危难关头 逆境求存的局面 还有窝里斗的情况 面对萧天这话 奇闻欢深吸口气 咬牙切齿道 这光金族 战力很强 属于那种天生的战士一族 但是脑子 却不太好使 一根金 它们不是生产 每次需要资源了 需要什么东西 就喜欢掠夺其他种族的东西 哪怕到了这个时候 它们一族也没多少改变 还是过去的老样子 萧天错愕 还有这样的家伙 懒惰 为原罪 这光金族 如此无赖 你们这开天殿的人 难道就不管不顾吗 萧天搞不懂 如此情况 任由这光金族劫掠 眼下 不应该是同心同力 共度难关 不管 因为光金族的地位 比起我们这些人族更高 而且人族数量不少 派系众多 况且 今后对外征战 光金族战力更强 更被需要罢了 另一方面 我们人族勤劳 生产出来的资源丰厚 在那些开天殿的高层 强者眼中 就算是被劫掠一点 也没什么大不了 齐文欢钻锦首 目光浮现出很励志色 故而我才想着出人头地 想要往上爬 想要改变我们一族的局面 如今 我们这一脉的族长就是我 只要我的地位提升 在开天殿中有话语权 有更强的功法 更强大的实力 我们这个风险星空的光金族 也不敢这么放肆 但古一当时殿中的话 所作所为 让我心彻底冰凉 认清了现实 所以大人 我真的很感谢您 愿意给我们这一脉 一个重新开始 走向崭新未来的机会 如若不然 我们这一脉 只能够沉沦在这个黑暗 和淤泥内越陷越深 逐渐被彻底吞噬 说着 齐文欢也是朝着萧天攻身行礼 面前这个男人越强大 先前的承诺 带走自己族人的话 分量就越重 族人们 未来也才可以过得更好 小事而已 萧天拍了拍对方肩膀 目光锐利 语气严峻地道 要知道 我阎王大天尊萧天 最喜欢做善事 放心吧 从今以后 有我阎王大天尊 萧天照看你们一族 光明的未来 指日可待 知道了吗 萧天一把揽 祝齐文欢 并且环顾其他人 你们以后 也都是我阎王大天尊 萧天的人 齐文欢等人 点头回应 不过他们心中 都有些许的疑惑 面前这位大人 刚才是不是过分强调 自己的名头了 是他们想多了吗